我第一個女朋友是 也是一個蔡恰米亞 就是GARLA 在西班牙很普遍的一個名字 那她第一次來我家 我媽媽就說 她就問過GARLOTA是誰 那我媽的那個頭腦比較隨機 然後第二次就 第一個女朋友就習慣了 那我媽就升級了 有新的一招 我第二個女朋友叫GATRINE 那我媽終於背起來 我第一個女朋友的名字 GARLOTA 那GATRINE來我家 她就說 GARLOTA最近好嘛 現代人生活節奏緊湊 用腦過度而造成腦疲勞 出現健忘的症狀 今天外國型男 要來分享自己和身邊人的案例 到底會鬧出什麼事呢 我說連那種很小的事情 都可以忘記 例如像童秀娟的專題訪問就是 就是連那種... 你知道她永遠就是海底針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約吃飯就會說 約海底撈嘛 不是啦 大家約吃飯就會說 那個什麼 禮拜幾可以吃飯啊 比如說下禮拜五大家可不可以吃飯 然後大家說可以啊 然後她說不行啊 要接小孩 我說可是童秀娟 下禮拜五小孩放含假了耶 然後她說 那我問一下他們有沒有提早放假好了 然後就沒有下文囉 你不是應該問完要回我們嗎 對 沒有 就直到我們前幾天有人 又想起來這件事情說 所以娟姐到底可以了嗎 他說可以 他們有提早放假 為什麼不回答我們 不是 我這個人真的 他們每一次要約吃飯或約什麼 都要三個月 或者是兩個月前就約好了 可是我沒辦法 我一定是要前一兩個禮拜這樣子 不然我真的都會忘記 那這是後面比較嚴重的部分 是 所以你的人生就完全沒有 這個事情 對 然後呢 譬如說我就很容易忘記那種 信用 提款卡的密碼 如果那個提款卡 可以幫你寄啊 下次再跟我們講啦 對啊 如果那個提款卡 如果超過一個月沒有用的話 我就整個會忘記它是幾號了 你忘了你下次就 寫在提款卡上面 好厲害 不要亂交 不是可以嗎 什麼寫在提款卡 我有過就是要 就是你的身分證字號嘛 差不多 然後不然就是每次要換手機的時候 永遠記不住那個Line啊 WeChat啊 跟那個需要密碼的那種 那種帳號密碼的東西 你就現在講出來 大家可以幫你記啊 幫忙記一下 所以我每次都會讓人家誤會說 我怎麼有那麼多Line的帳號 是不是靠Line在交朋友 然後他記憶力不好到說 因為你自己知道你記不下來 你就會寫在一張紙上嘛 他連寫在紙上這動作都忘記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不見了 紙不見了 對 不然就是那個 你忘記記到哪一本筆記本裡面 對 林可白你不是很年輕 對 是很年輕 沒錯 但是我太容易健忘 就是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老公非常用心 讓我們兩家一起去日本 就是父親節的時候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們要一起吃東西嘛 突然我老公就推了一個蛋糕 出來我想 哇 太棒了 父親節還準備蛋糕 這時候我老公就說 開始唱生日快樂歌 我心想說不是父親節 對啊 他應該唱天下的 爸爸都是一樣 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的話 我才想到 那一天其實是我爸爸生日 因為我爸爸是八月十號 你爸爸生日你都忘記 對 因為有時候記太多人生日會搞錯 你爸的不重要是不是 這是爸爸耶 我爸爸跟我... 這還好他有一個幾月幾號 像我爸爸生日是沒有日期的 什麼意思 真的 我每次都說 這到底生日是什麼時候 他說生日很簡單啊 就是尾牙那一天啊 尾牙哪一天啊 尾牙每個人都辦不一樣耶 對啊 我說每個人都尾牙 每家公司好好的尾牙都不一樣 他沒有農民歷上面有寫說 這一天是尾牙 特定尾牙那一天 有嗎 有 以農民歷為主 所以每年是不一樣日期 誰知道啊 我記得剛剛講的那個提款卡 我有一次就是提錢 然後我忘... 我把卡拿走了 忘記拿錢 然後我就回去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我包包裡面少了三千塊 不可能 我沒有花 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會不會是有人把我的錢拿走 結果其實是我自己忘記拿錢 然後 我很常做這種事耶 怎樣 就是說 沒有 他說多少秒之後 不管是你的現金還是提款的 還是你的收據 他都會吸回去 怎麼可以忘記呢 我就是忘記 沒有 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現在訊息都會傳出來說 幾分幾秒幾十 刷了什麼卡 刷了多少錢 他會提醒 對 那有時候我們在網路上買東西啊 又或是定期扣 要捐給那些那個什麼 繳費 繳費的這樣 然後有時候訊息一來 我就想 想說我剛才明明 這個時間我走在路上 正要去接我女兒啦 對啊 理直氣壯打去說 不好意思喔 剛剛那一筆被倒刷囉 我剛剛收到那個訊息 跟你確定一下這樣 然後他就會去查嘛 不好意思 倒刷沒有人擔心 我幫你查啦 查完之後是發現 我上個禮拜買的那一筆錢 今天過了 會進去 對 然後所以那個銀行人員很常常 很習慣在接 所以大家客服電話都說 胡小姐打來 不要接 而且我跟你講 米可白有多扯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開錄前 提醒他要看大字報 他還是忘了看 真的嗎 原來這個故事沒講完嗎 對,講完要過少 熱熱咖啡 還要扯到別的故事去 對啊 而且... 對不對 因為有一次我就想說 去買了那個便利商店的咖啡 那我要幫他用肉 我就用個小鍋煮 然後我就開始煮... 我就忘記煮鍋 然後我就去洗澡 然後出來說整個冒煙 整個好像火災 然後我老公還在客廳 因為我老公也沒有去注意 然後我們兩個都很迷糊這樣子 他沒有聞到味道嗎 他因為他辦公太認真 所以他就也可能吸了很多 髒空氣 還是老公想說 乾脆家裡重新裝潢也算 不行啦 會耶 其實有時候煮水或煮個湯 真的會忘記 有一次我的... 為什麼 會忘記 你怎麼講得那麼理直氣壯 對 對啊 我跟你講 這樣我連接小孩都會忘記 怎樣... 就是有時候忙過頭了 然後因為我以前在桃園的時候 我都會請鄰居幫我接小孩 如果我錄影的話 結果我心裡面就一直在想 等一下要打電話... 今天沒辦法接小孩 要請... 可能請小張哥或誰誰誰接小孩 這樣 我就心裡一直在默唸... 就開始... 錄影開始囉 然後就這樣 然後錄到一半就突然這樣 冒冷汗了 我想到說我忘了打電話了 然後我就開始對外面這樣 看到鏡頭沒有照我的時候 就對著我經紀人說 我就跟他口語說 我忘記接小孩了 然後... 然後他就趕快打電話給屈哥 然後屈哥再去幫我聯絡 接小孩 所以我們記憶力就很像 生完小孩就很像狗狗啊 有沒有 就是說趕快啊 等一下四點要接小孩... 四點要接小孩... 有飛鏢 然後他就忘記了 跟狗一樣 祝憶力很容易就被牽走了 薄莉 好 你們忘記是還好 可是我忘記有一點可怕 我去年跟老婆一起去機場 去出國 我看我的手錶 然後就說我的天啊 我們剩下的時間其實很少 然後我們就開始跑 跑到那個門 跑到那個門 然後我就跑... 可是老婆很慢 然後我說為什麼你那麼慢 然後我一直跟他說 老婆加油 快一點... 他說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拜託 快跑快一點 我們快要... 我們真的是最後兩個人 要上飛機 然後後來我就說 老婆,你怎麼跑這麼慢 他說 老公 我懷孕你也忘記 你懷孕了 你好扯 真的 他說你什麼時候懷孕了 都不知道 我忘記了 沒有,他是問說 是哦 拜託 你敢問 你問看看 不是,那他肚子多大 他幾個月 沒有,他上個月 所以都看不出來 可是很危險耶 三個月他慢不完啊 他不是才剛前面講完三個月 你馬上忘記了 他講... 他剛剛有講三個月啊 有 你今天是又沒插曉了是不是 講事聽 他說我... 我覺得這個忘記的事情是... 遺傳 在我家庭裡面 因為像我阿嬤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他只要叫我的名字 他會先從我的... 我的叔叔 到我的爸爸 到我的坦哥 然後到我的名字 他說 他... 天秘他... 他說 Yes, ma'am 但是我... 我這個人我會... 我會忘記人 我會忘記人 像之前... 我在...我在家 我在整理車子啦 然後我... 其實我整理東西的時候 我會非常專心 我會... 不會注意外面的東西 然後我妹妹就跟我說 你等一下要開車嗎 我說對 他說你... 你順便帶我去我朋友家 可不可以 我說哦,好,可以 我先整理好 他就先回去 回...進去家裡裡面 我就整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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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好 開走了 直接開走了 然後... 然後... 到我朋友家的時候 我就... 就開手機 就看... 誒... 我妹妹打給我好多次耶 是不是有發生什麼問題啊 房子燒掉了 還是什麼... 誰受傷了 我說他打給他 誒... 你怎麼了 怎麼打那麼多次 他說... 你忘記我啦 我還在家 你真的是忘記 我好幾次的說 助理他們有時候下雨天啊 或搭捷運 我就說 那我載你去最近的捷運站 然後路上都會聊嘛 聊... 下地下室 誒... 你怎麼跟我回家 就... 我忘了在捷運站 然後他也不好意思講 他想說... 對,然後就在我家 還好我家樓上 而且我是停好車到地下室 我說... 你怎麼在... 他說... 曾姐,我跟他去捷運站 想說你經過一直開 我就沒有找你 我妹妹也有... 我媽媽也有這樣做耶 他說我媽媽 我們都在朋友家 然後他... 他可能本來以為 我要留在那邊 他要去開車 跟他朋友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就... 我就跟他說 我... 我不要... 我要回家 我就跟他們上車 然後媽媽就很安靜 一直跟他朋友聊天 我說... 媽... 他說... 媽... 你怎麼都上車了 媽,你連上車 他都忘記 對啊 忘記了 你們家人好奇妙 對啊 就是... 上捷運這個 常忘記 常忘記的是 我就是... 譬如說我要到某一個站 我就過 然後下次要換回來 然後再過一次 然後上次最扯的是 我下班的時候 就女朋友說 那我家人家附近呢 我在捷運站等你 一起吃飯 然後說OK 然後就掛電話 然後上捷運 我上捷運的時候 我直接從捷運下來 就直接回家 然後他在那邊等 你故意的吧 然後我沒有故意的 真的忘記了 然後我到家的時候 就是... 我放手機 然後要去洗澡 然後看到他電話給我說 然後說... 怎麼那麼麻煩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電話 你幹嘛還打給我 我就沒有接電話 然後洗完澡 回家的電話說 你怎麼... 兩站怎麼... 三十分鐘都沒有打啊 然後說... 什麼... 我在家裡啊 他說... 我們不是也吃飯嗎 我真的忘記了 他才幾歲而已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這跟幾歲沒有關係耶 沒有嗎 但是我覺得女生很明顯 生完小孩真的差很多 真的嗎 秀娟你 我已經開始有點... 生第一胎之前 真的都沒有這樣嗎 我跟你講 我已經不是到記憶差了 我是到失憶了 我都覺得我的腦海中 有一個橡皮擦 一直在擦擦擦擦擦擦擦 你已經是立可白了吧 對啊 一直擦擦擦擦擦擦 之前我在意大利 我也是很愛騎摩托車 我在意大利有一天 太陽非常大 天氣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就出去 上摩托車 然後戴那個墨鏡 飛出去了 就是騎到很遠很漂亮 那個風一直飄 後來那個警察就把我攔下來 然後我跟他說 怎麼了 我沒有快啊 他說白癡啦 他這樣摸我的頭髮 你沒戴安全帽 他說幹嘛 八千三百塊台幣 沒有戴安全帽 我沒有戴安全帽 難怪那麼舒服 對啊 很久之前有一個朋友說 是不是故事快要想不起來了 沒有 他說他要結婚了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還拜託 不是,我拜託他說 拜託,拜託 你一定要發喜帖給我 而且那個人是我老公也認識的 那我就說 那我們一定是全家都會去參加這個喜宴 好朋友一定要這樣啊 我還一直拜託 然後他說好 然後他就寄囉 很早就寄喜帖 那我一看那個時間日期 我說OK,好 那我大概知道禮拜幾然後什麼的 然後呢 後來就過了一段時間 快要到的時候 他又特別提醒我說 Vicky,你確定你們都會來 我說對 我跟區域哥還有三個小孩 他說好 那我都幫你們準備一桌 什麼的 我說好,沒問題 結果呢 婚禮當天呢 我們就全家下午就四川大阪 就是區哥還穿西裝 然後我也是穿著很漂亮這樣子 還化妝什麼的 弄頭髮 然後我三個女兒都穿得像小公主一樣 然後我們就決定了 好了 哇,好棒喔 好,五點多了 要出門了 因為他們有一點遠 所以我們可能五點多 就準備要出門了 結果就在車上地下室的時候 我們就說 忘了地址 因為它地址比較遠嘛 我說好,那我上去拿喜帖 等我一下 結果一上去拿喜帖一打開 我就大叫 然後說幹嘛啦 怎麼了 喜宴是中午的 好可憐哦 好可憐哦 而且他們一家那麼多人 一桌沒有來就整桌空了耶 超抱歉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 我覺得好抱歉好抱歉 結果那一天 曲哥也在生氣 三個小孩也在生氣 結果我們後來就一家 就開著車到信義成品逛街 然後而且還穿西裝跟小包 對 成品的人員都覺得你們怎麼 如此的慎重 真的 然後隔天我就一直打電話 跟我朋友抱歉 對不起 就說 他說沒關係啊 因為那一天我也忙到忘記 而且我老公也喝醉了 所以我也忘了再問你們說 怎麼沒有來這樣子 那後來 沒有 你們也沒包 我真的是沒有想... 凱傑 我之前在女生 也發生一個很糗的事情 就是 當時我在一個飯店上班 然後做那個餐廳的那個班 然後那個班是要很早起床 大概四點半 因為五點半要上班嘛 然後那天早上我已經很累 上那個飯店的班 然後就 下班的時候 馬上回去我們那個地方去睡覺 然後我就睡死 然後突然就是 我...我嚇醒 然後就看我的鬧鐘 然後看我的那個什麼收機 然後我鬧鐘沒有調 可是我發現現在是六點 然後我是五點半要上班 那我趕快起來 我就想說 怎麼辦 我要怎麼跟那個老闆講 我跑去...進去那個餐廳 然後就... 那個餐廳的那個主管 在那邊看我 就是很生氣的樣子 然後我上次說 我要講什麼理由嘛 我都開始說對不起嘛 然後 他就說 先生 現在是你來這邊幹嘛 然後我說 我要解釋什麼 他說 我說我就... 我就知道啊 我忘記我... 我鬧鐘沒有調啊 他說沒有 現在是晚上六點 不是早上六點 你的板是明天早上五點半 我睡死了 睡到那種感覺是我 因為我忘記那個調腦妝 我是起來在錯的時間 有 有時候起來的時候 你會忽然間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對 我因為我已經睡一個晚上了 他十二小時耶 你前一個晚上是有多指最精明 可是那種感覺是 上班 那是那個 早上四點半那種起床 連續真的是會腦袋不清楚 對啊 對,我有一次是我跟我... 我家人一起去泰國玩 然後我們就是登機 飛機準備要起飛的時候 突然一個空姐上來 他就說... 因為他就指著我媽說 我媽就說不是 是,他是趙太太 不是,因為他... 因為我跟我媽換位子嘛 然後他就一直指著我媽說 你是不是趙小姐 你有沒有調東西 我媽就說 沒有,我姓黃 然後直到那個空姐 把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那個東西是我的 因為我就是可能去百貨公司逛嘛 然後我就隨便擱著 就亂擱著 你自己買的東西 你自己可以忘記 我忘記 然後那個空姐很好心 然後他還送上飛機上面 艾亞,你會健忘嗎 我在某些事情上滿健忘 就是我以前很常 忘記穿內衣出門 而且我都是一起穿 你好色情哦你 不是,我都是一起穿 然後我穿了 就穿完衣服之後 然後都沒有覺得這裡空空涼涼的 都會坐公車坐到一半覺得 嗯 覺得今天特別晃是不是 然後 對 而且會特別涼 因為會透風 然後就是 會容易 凸起來 然後有一次 那是真的忘記嗎 還是故意的 高中有什麼好故意的 高中 而且高中也襯衫耶 對,我就是要講 你知道我忘記一點的 是不是有欣儀的男生 還是欣儀的公車司機 不是 你知道我以前高中的制服是 白色色在上面有粉紅條紋 所以其實不會一看就看到 然後有一次是我去學校的時候 那個大熱天六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在 已經在課堂上了就這樣 然後我同學就拍我背 然後拍一拍的時候就開始摸 摸,摸完 他說 張宇慧,你今天是不是沒穿內衣 我就 沒穿 然後但是那一天是我們要歡送 畢業生 我要去拿花籃,你知道嗎 就是 畢業生爽死了 哇塞 然後 然後因為 學妹怎麼這樣大禮 一個要兩個拿那一支花籃 然後就所有人會穿越你前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想說 我有毛衣 雖然六月,但我穿毛衣 然後我就穿了一件後毛衣 全校只有我一個人穿毛衣 然後穿毛衣嘛 裡面又流汗 脫下來更慘 然後沒有,我都撐住 而且重點是 好想參加畢業典禮 重點是,我問了那些 就是大家會問我說 你不熱嗎 我說沒有 我好冷喔 你很扯耶 內衣怎麼會忘記 不是,因為你起床 你知道高中的時候念書 然後腦子都是空的 每天早上起床就是 要上課,要上課 然後都沒有在床上課 你們現在知道我為什麼讀七年 因為一直在看沒穿內衣的女生 不是... 我在家裡,然後做就是敷臉嘛 然後也是那種就是 什麼深海泥啊 然後就是磨磨那種臉 是磨的 然後是磨一層 拜拜,拜拜,拜拜 這樣子嘛 然後我就是坐在沙發 然後開始打電動啊,打電動啊 然後突然就覺得 好口渴哦 然後就去Seven啊 然後去Seven要買飲料啊 然後他一進來那邊啊 那個服務員啊 店員啊 他就看我,那就乖乖了 然後問我說 瑪瑪,你... 你臉... 臉怎麼... 怎麼了啊 你脫皮嗎 然後我就想起來 啊... 對,我有那個... 罵人 還沒洗掉 對,還沒有洗掉 然後因為... 因為是過了一陣子 所以那個拜拜 已經就變成那種就是 感覺Seven的臉都在脫皮啊 然後... 對,就比較最近都過敏啊 然後就開始脫皮啊 然後就開始... 邊講邊戳 對... 然後全部都掉了... 就嚇死他了 他整個看我的臉 全都在掉了 他想說瑞典人的過敏好嚴重 對... 賀思汀 我就是去日本的北海道嘛 然後那時候我跟朋友一起住 反正他就是... 他的家裡是離札幌站很近 所以走路大概三十分鐘就到了 然後想說今天天氣也很好 那我就用走得到札幌站 然後再買什麼東西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走了三十分鐘 到那邊就開始要買東西 我買一個... 要拿一個大的籃子 就開始撞好多東西 超級多東西 要去結帳的時候 我就... 你在那個櫃台超級丟臉 就說不好意思 我錢包忘了 要把所有的東西要放回去 然後想說 好...算了 那我就回去拿我的錢包 反正我現在在車站 我就坐地鐵對不對 然後我就下去 要買票對不對 然後說... 一百五十...好... 所以我還要再走路三十分鐘回去 我不再出門了 我很常幹這種事耶 他們也救過我好幾次啊 我很常加碗油說 沒帶錢 然後我就只能在家 在旁邊等朋友坐計程車來救我 我很常沒帶錢包出門 是 然後真的就是想說 沒帶錢包好算... 那我就先到下一站 然後下一站要要辦事情的時候發現 我真的沒帶錢包 忘了兩次 對 可以一直忘記耶 你忘記你沒有帶錢包 對 然後又... 因為你的錢包裡面是有錢嘛 他三十分鐘走回去 他的錢包裡還是沒有錢 先寄給禮拜 然後我就是我朋友來拿東西 然後因為我住二樓 所以我覺得下去很快 然後我就沒有帶鑰匙 忘了 然後沒有帶什麼 我又沒有穿拖鞋跟鞋子 就是光棚 光腳啊 對 然後下去拿東西 然後就是那個門關起來 然後就在外面 沒有手機 然後朋友已經走了 因為他才開車 他已經走了 我叫他都繳不起來 然後沒有手機沒有鞋 怎麼辦 我就從答案去到信義去就關... 光腳哦 走路 然後是外國人 然後很多人就看他 到底是神經啊 還是流了汗 好可憐 有沒有人給你錢 超丟臉 你知道嗎 我就在路上 每一個人看到我 然後最扯 有人認識我 他說 你不是那個 伊拉克人生二分香 你怎麼還好嗎 然後覺得很丟臉 後來就是到他的家 然後就是大家三十分鐘 就是安那個 因為我沒有手機來電話 有沒有錢 有沒有就是朋友 我不知道怎麼聯絡任何人 所以我必要從答案去 到信義去之後 我就超丟臉 你們家門口都沒有放 預備的拖鞋什麼的 沒有 誰在門口會放育部拖鞋 要放也是放育備鑰匙 沒有 對啊 我還放育備育袍 你放育備的衣服 有時候門外面會擺一兩雙拖鞋 育備的錢 而且我問你知道嗎 是冬天那一件下雨很冷啊 然後 天啊 這個不重要 是重要很丟臉 你每一個人看到一個外國人 然後這樣子走路 然後沒有穿鞋子 然後就看 真的滿丟臉 真的滿窮的 到底在幹嘛 到底說是你國家的傳統啊 就是不穿鞋子 他會不穿鞋子啊 他會不穿鞋子 這什麼傳統啊 這感覺哪裡來的啊 記得我有一次 是要去那個台中活動 然後我就已經訂好那個高鐵 不要是七點五十分 然後就衣服都穿好了 早餐也滿好 我就坐在月台 我就想說 那我開始就是吃早餐 吃一吃 吃... 因為還有三十分鐘 我慢慢吃 就邊滑手機邊看 然後那個車子就一直過 一直過 然後我忘記我要上高鐵 結果... 你吃過水了 我的媽 所以你只是 是不是 我忘記我要坐高鐵 然後想 奇怪 我今天來這邊要幹嘛 然後一看高鐵 然後 我的天啊 那個車子已經過了 你太好了 你 我... 我車子 然後我只好坐下一班 所以那個活動 我很來不及彩排 我就到現場直接上去表演 而且你說這個理由講出來 誰會姓啊 對啊 可是我真的有過 買錯天高鐵票 然後我想說我來不及了 我當天要拿去退票了 結果他跟我說 小姐,你這不能退囉 我說為什麼不能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啊 他說你這是昨天的 這個... 超級好 然後你走了以後 他還跟他旁邊的同事說 你看 而且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而且我後來臉色還有... 每次沒做到就用這一招 不是 我後來臉色還很臭 我說明明就是 還有半個小時之內 你們不是說半個小時 以前都可以退嗎 對啊 我說對,是這樣沒有... 他還這樣 是這樣沒有錯 半個小時以前都可以退哦 是真的沒有錯 可是你這是昨天的哦 然後我們主管 就說 你是童小姐嗎 我們主管說要小心這個人 不是 我就覺得 然後那個錢也浪費了啊 高鐵站現在是不是有 放你的照片了 對 我老婆她也是很嫌妄啊 就是因為她是做我經紀人嘛 所以接通告啊就寫啊 然後講電話就寫 全部都是她在弄嘛 然後她通常就是會忘了 那個就是跟我講啊 比如說她可能就是 講了一個通告 然後接了一個 然後灌了電話 然後因為她自己也不會擠下來 所以通常就是那種 我就是我根本是不知道狀況啊 然後她就突然可能就是 或者是從廁所出來 你今天有一個通告 你要現在馬上出發 或者是 就是比如說他們改時間啊 或什麼的 然後那在前天而已哦 前天哦 就是我要去錄一個節目嘛 然後就是 我全部都是又抓好時間啊什麼的 然後她 我出門前啊 我就問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電視台 她就說 花式 然後我就好 到了花式 然後去那邊 花式啊 花式啦 然後我到了那邊啊 我就跟他們說 你好 對啊,我來錄這個節目 然後他們說 這個我們 真的假的 搞錯坡 換地方了 對 所以結果是 我就馬上打給老婆 然後我說 他們說這個節目 已經兩年都沒有在這邊錄哦 然後她就 蛤,真的 我現在才打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結果是在一室 就在內湖 一電視 所以我 然後就是 因為我是剛好就是 時間到了 我就是在花式 然後結果還要跑到內湖 那怎麼辦呢 你們下次就想個方法 就是看有沒有個白板 他接到電話就寫下來 你也看得到啊 對啊 或是 磕在臉上 那接的通告不能太多耶 Vicky耶 我覺得我不是麻煩 而是我自己個人的損失 但是我也心甘情願 就是說 因為是我個人的問題 而造成 高鐵又沒做到嘛 對 就是我常會跟 你下次高鐵也沒做到 你找米可白野餐啊 對啊,一起去吃飯 因為 好,我們一起 因為我們不是常講說 跟小鎮他們吃飯 一定都是要好幾個月前 就要約了 而且我們又很多 那個時候又 又有人特別難約 就是彩樺姐 所以呢 我們好不容易在那 那個局裡面就約了說 幾月幾號的時候 要一起吃飯 可是那可能是兩個月前 就約好的了 或一個月 然後我們就說好 然後我就一直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說 我的 剛好彩樺姐可以 我們這一次一定要約成了 我不能再安排其他事情 但是其實也都是 自己心裡面在想而已 突然有一天公司都打電話說 Vicky姐 那個禮拜五你有沒有事啊 我說禮拜五 沒事啊 而且那一天 我也不用接小孩 然後她就說 好,那我可不可以幫你 晚上安排一個購物 我說OK,好 反正那個時候也快月底了 滿缺錢的 我說好好好 然後結果呢 等到快要禮拜五的時候 可能禮拜二或禮拜... 禮拜幾 他們又突然提醒 就說 Vicky不要忘記哦 我們講好了要吃飯 然後地址什麼都PO上來 什麼 我才突然這樣子 我其實禮拜五有什麼事啊 然後再去翻一下行事例 我已經同時接了通告 又答應他們要吃飯這件事情 他很常在搞這個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抱歉很... 對他們很抱歉很抱歉 然後我心裡面就會有壓力說 我要一個一個去跟他們說 我接了通告 然後我要上班 不能跟他們吃飯 我覺得 我就會覺得 我可能會被他們 踢除朋友圈了 所以我只好打電話去跟公司說 對不起 我那天其實早就跟朋友約吃飯了 只是我自己忘記了 你可不可以跟廠商說 我沒辦法去on這個購物台了 不是,因為有... 因為剛剛製作人說 他怎麼會這樣工作比較重要 沒有,因為你要照彩花姐很難約 所以這已經是兩個月前就約了 對 對啊 就是很早之前就約了 是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只能... 我只能對不起其中一方 但我不能對不起這些五六方的姐妹們 因為他們一定會罵死我 像之前 我本來要接一個很好的表演 被一個歌手彈吉他晚上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晚上是比平常玩 可能六點多要到 因為... 所以我就下午都直接出去玩 沒有想到 就是說玩玩回家 換衣服拿東西就去表演 可是... 我在外面已經五點多 我看手機覺得... 五點半要到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回家拿任何東西 我就打電話給我弟弟 他說弟弟,你... 我跟他說很詳細的說 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器材都在哪裡拿什麼 可是... 我忘記跟他說要打背帶 跟Pick 所以我到那個現場的時候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站著 我只能坐著彈 對 我覺得好丟臉 因為那個歌只是流星 跟我只能坐著 對,就是變成說 我說那時候... 一開始我想騙他 說我做一點西班牙... 我就是忘記了那個背帶 算了吧 我就坐著彈 可是這兩樣不是基本背背嗎 對啊,但是我... 因為我不會放在袋子裡 我會放在外面 就要說 我沒有跟弟弟說 你就忘記了 對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吳子龍有多不見面 不,這個是很久以前 後來我學會了 東西都放在... 先放在袋子裡 都放在袋子裡 對,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對,你就把它放在吉他盒裡 還好,你們都是害自己 我害我的公司耶 我今天有個很重要的... 你怎麼可以這麼細皮 他今天就... 就放了老闆鴿子 對啊,他好像無所謂 我老闆是我好朋友 不然我早就被... 你... 就是三個月 我們又一個很重要的客戶 來我們的公司找我談事情 然後就是在回醫師 然後我就在回醫師他在等我 然後去拿... 去別的辦公室拿東西 然後我拿東西的時候就是 我同事,我剛開始跟他聊天 然後反正是中午吃飯時間 然後說好,吃飯時間啊 我們去吃飯好了 然後就直接跟他出去吃飯 我忘記了 我又客戶在回醫師等我 然後他去了吃飯 大概一個多小時 然後客戶在那邊還等 所以他等你吃完飯 等我吃完飯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就是老闆在門口等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客人 因為那是很重要的客人 而且是女生的 不是男的 哇塞 然後他超生氣 然後他說好了,我不要跟你們合作了 就是那個案子掉 哇,你真的啊 慘了 我還必要請他吃飯 然後跟他道歉好幾次 慘了你 我就真的慘了 我記憶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真的,真的很大的問題 說實在的 你是不是真的不需要這份工作 沒有,我是真的 你們剛剛講高鐵之前 我全部之前都發生過 我忘記了 我最... 其實我發生過 我沒有... 我穿泥衣出去耶 到7-11在發現我沒有穿 你以為現在這樣很嚴重 等醫生玩小孩更嚴重 沒有 他生什麼東西 他男的呀 因為我們去倫敦找我妹妹 因為她住在那邊 那我跟老婆我們就去那邊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在那邊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們想說 可能就是這次在倫敦 因為我們還要去瑞典 然後我們覺得 可能這次在倫敦那個時間 可能不夠啦 而且我們還要去別的地方玩 我們要去一趟西班牙 那我們就想說 好啦 那我們改一下機票 所以我們就改了機票 然後後來我們再去西班牙 然後從西班牙回來了 然後再輪到那邊 然後過了一天 然後就... 就起床 然後就半夜了 那時候早上三 四點 然後我就馬上起來 然後叫老婆 馬上出門啊 我們要去機場啊 到了機場啊 Check in的時候啊 他們就說 你們有改過機票 你自己忘記了 沒有忘記改了那個機票啊 所以又要坐計程車回去 然後因為輪到那個 那個好幾千塊的 計程車錢喔 現在很貴耶 對啊 又計程輪到那邊 沒有那麼的誇張 我是一輩子有一次是真的是 最... 害我最深的一個健忘的事情 就是之前在女生人 我最大學是有學生貸款 然後那時候那個錢不多 差不多十五萬左右 然後 離開紐西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免... 免離席的 那後來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 我有學生貸款這件事情 然後 當我要回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 我大概六年 七年也沒有回去紐西蘭 然後那時候剛好跟我媽聯絡 他說 你的那個學生貸款的事情 我突然就想到 我還要學生貸款這件事情 你沒有去終止掉他 沒有 可是因為我忘記啊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沒差 應該是十五萬左右 就是不多嘛 可是我想說 我媽媽就說 其實如果你太多年沒有離 因為政府有改變他的規則 他說 如果說你太久沒有離這個東西的話 你進來的時候 所以他是怕你跑掉了是不是 對 他是怕你跑掉了 所以你進來海關的時候 刷那個護照 他們會記錄是說 誰有那個學生貸款 然後他很久沒有交 是假的 對 你就會變通氣犯了 然後 你怎麼了 賈斯汀你小姐什麼事 我有好幾千塊 那等一下又注意到我的故事哦 美金 那你要注意聽他的故事 因為我後來才發現 我想說 好啊 我安全一點嘛 我打一個電話 給那個政府的那個部門 去問他們學生貸款的事情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現在是多少錢 我先幫他請掉 然後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會賬 我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搞混我的那個賬號嘛 那個 那個我再給他 我的那個ID一次 然後他說 沒有錯了 四十幾萬 說會搞到這麼多 他說沒有啊 在紀念前 我們有改變我們的規則 就是說 如果在當地的話 你是免稅金 免利息的 免利息 你很恐怖 你不知道嗎 就是會好像是七點多% 然後假設你沒有去繳的話 你錯過你的那個交學 交那個 貸款 貸款的時間 也會被罰錢 所以加上去的話 那個錢超恐怖的 賈斯汀你有需要打通電話嗎 沒有 我 對 不要回去 但是你回去 你會不會通氣啊 永遠都不會 明天就結婚了 之前跟一個朋友去吃飯 然後在那個市民大道附近 然後市民大道地下的停車場 不是很大一塊 對 就是分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吃完飯之後 就是那個朋友要開車 送我們大家回家 然後我們在下面找停車位 就是 而且在那邊大概 至少待了一個小時 然後大家也找得很累了 就說 那不然今天算了 先回家好了 我們就各自坐計程車回家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呢 他隔天跟隔隔天都很忙 他就忘記他要去找他的車 然後到再想起來的時候 已經四五天之後了 因為他連著忙很多天 都沒有想到他要去找車 然後再去那裡找車的時候呢 還是找不到 然後又找了兩天 最後塞錢給管理員說 你幫我找 他拿兩千塊給他幫幫他找 最後終於找到他的車了 他的停車費大概一萬塊 好多 今天大概一小時五十塊嘛 可是他沒有說一天緊繃是多少 沒有 因為他沒有去付那個一次性的啊 他是那個 就照計時啊 照二十四小時算啊 超可怕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再也不敢停車停車 因為太大他就不會計車位 沒有 有時候要拍照 我也常常忘記車子停啦 所以我後來就拍照 可是你也想自己拍照 也忘記自己有拍照啊 好可怕 但後面還是想起來 有想起來 對 但是有一個事情是我們外國人是必須 注意的 因為 其實我們在國外 不用再注意這個居留症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那邊的人民嘛 但是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 居留症的時間 還有日期 比如說我之前住淡水 然後我要去頒新的居留症 然後住淡水 我要跑到板橋新北市去板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我到那個門口 我忘記了 他們跟我說他已經辦家了 所以我要再找這個地方 找到哇 已經半天了 終於找到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是有記得我是十五號就過期 所以我十五號之前已經要弄 所以我就是當然 十五號當天去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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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進去弄的時候 他說 不好意思 你知道這個過期嗎 我說 沒有啊 今天十五號啊 他說不是這個是十四號 對 我 我過期一天了 所以你五分四分不清楚是不是 真的 我那時候很忙 我大學生了 而且這個這個身分證的東西 我們在美國不用擔心 就是一個新的東西 然後 我本來以為我就跟他講 拜託我是學生 我真的忘記了 我以為我今天就沒有過期了 你 你對我好一點可以嗎 差一天而已 對啊 對啊 我塞一點錢給你還是什麼 五百塊還是什麼 沒有啊 講清楚喔 講清楚喔 沒有 我說五百塊 極限啦 然後 很奇怪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必須處理一下 然後他就叫警衛來 把你抓走了嗎 對 他叫一個警衛過來 然後警衛帶我過去 另外一個房間 我 我開始 就是這個 然後把你打一頓 叫你分五跟四 對 對 我整個法擺 你知道嗎 然後開始發抖 我就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房間也有很多警察 好像是專門抓一些 就是 就是過期的一些人啊 像你這樣的人 對 像我這樣的人 然後 還好後來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後來他們發我四千塊台幣耶 之前有一個好朋友 跟我的 某個男朋友交往 就是 那件事情影響我很深 然後我很傷心 因為我是 最後一個被告知 他跟我前男友交往的人 然後結果後來 我這個朋友就結婚了 就隔了幾年 他就跟別人結婚了 然後我們就繼續 斷交完 大概三年 我們就繼續聯絡 然後我也就覺得我們很正常 只是中間我很忙 我就忘記跟你聯絡 然後我就完全忘記 當時 我很傷心 忘記當時為什麼我們沒有聯絡 然後直到某一次 我們的另外一個朋友問我說 那時候到底為什麼跟他斷交 我想說 對喔 猜想起來 我是因為我很痛 然後我被講到這件事情 我又很難過 我又跟著女生 又比較少聯絡 結果 隔了一陣子之後 我又忘記這件事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為什麼最近都不吃飯 他說 會覺得你很奇怪 我們又繼續聯絡 然後這兩天我在想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想說 對 我現在又有跟他聯絡 我又想起來 怎麼回事 鬼打槍 可是我 就是真的看著他的時候 我會完全忽略 就是沒有覺得有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不是想聊天王 我們比較想要知道 你跟他發生什麼事 不是 你說跟誰發生什麼事 跟那個女生啊 就是他跟我前男友 就某一任男朋友在一起 小三是不是 他算小三嗎 對 介入這樣 那他也很厚臉皮耶 還是說對啊我也不知道 你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也覺得我們都好了 我們有講開過嘛 對啊 就是 就算了 我覺得 名字身分證給他講出來 我這邊最痛恨小三 你要講出來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再錄影 好不好 所以你就不夠健忘 有時候有小三這件事情 也要忘記 該忘的要忘啊 好了沒 這好像嗎 沒有 我的意思說 我的意思說 像 像我的婚姻就是這樣啊 不然你以為我的婚姻 製作的提醒 你今天不是聊白幕 對 其實白幕跟健忘一限之隔 沒有 是你都 這些特質 現代人工作繁多 壓力重 出老是一整 似乎是人人都有的文明病 今天就要來評斷 看看各國型男的健忘症 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跟你講 記憶障礙說實上 我們真的是過了25歲之後 記憶力退化很正常 真的 有的時候回到家裡面 想說坐一個看看電視 坐一下 一躺半夜三點了 然後就覺得 我以為你回到家之後 還發現門牌不對 回床 沒有 然後突然走... 走到廁所 想說我來廁所幹嘛 你那個是濕技嗎 對啊 不是 所以就是像我們這樣 就東湊牛頭對馬尾有沒有 然後記憶力整個大混亂 有沒有大家有這個經驗嗎 其實我有一次就是 我去沖繩嘛 然後去沖繩的時候 我就是有遇到一個朋友 然後他叫我 馬尾,你在這裡啊 然後我就是看他 我覺得他很嚴守 可是就有點不太... 上一次去沖繩的一個隊友嘛 然後我就跟他... 我開始跟他們聊 我們就是上一次去沖繩的旅遊嘛 然後我說 我就說 我們玩得好好啊 他說 我說有啦 我們就是那時候很多人去啊 然後你還有來我們房間啊 我們一起喝酒啊什麼的 然後聊... 他就是... 不太記得耶 就... 好像...好像是 好像也沒事 就是... 好吧,算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回去台灣嘛 然後在台灣啊 他就... 他就爛我 然後問我說 你...你在沖繩玩得 開不開心 我說很好玩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聊... 聊完後 然後我就開始犯我們... 就是上一次去沖繩的那些照片 開始犯的時候 他沒有去 他沒有去 然後來沖繩的那個... 不是 然後來我們房間的那個朋友喝酒 也不是他 就是很像而已 不是 沒有,因為重點是我... 因為沖繩遇到他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 我一直跟他說 你記憶裡他腦很差啊 你都不記得 我們去那麼多地方一起玩啊 他一直都... 他不記得耶 後來我回去才發現 是我的肌肉那麼差啊 逗錯性 對啊 對啊 我們也很常這樣子啊 就是在跟朋友講說 對啊,我們上次去日本怎樣怎樣 可是其實我跟他是去泰國 對啊 最糗的是 迎面走來一個人 好面熟 他已經跟你打招呼了 但是你不知道 到底這個是誰 這是誰 我很常發生的事耶 有很多發生的 我超級長的 對不對 是你,你怎麼辦 我一定過去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就碰過一次 碰過怎麼樣 他就這樣迎面走過來 這來了 然後我就心想什麼死定 他是誰 然後我就說 嗨 然後他就說 好久不見耶 我說對啊 對啊 我們上次真的很久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對啊 自從上次幾個月前 沒有幾個月前 我們去吃過飯之後 我們就後來也沒見面 說他約出來也沒約出來 我就想說幾個月前 來吃飯 對 這兩個線索我就開始一直在想說 他是誰 而且每天大家都在吃飯 到底是在跟誰吃飯 然後我跟你講 我們聊了大概有三分鐘之後 真的嗎 太可怕了吧 對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根本都是認錯人的人 然後他講一講他也發現 其實日本局上不是我 這個是對我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朋友就是滿多的 那每一個朋友就是 你去跟他們混的時候 他有帶一些新朋友 對啊,這麼多女生 怎麼記得起來名字啊 對啊,而且你都沒有放正感情 也是 然後你要認識這麼多人嘛 對不對 然後不是算這些 那工作方面 也是很多人要認識 真的太多沒有辦法 可以記住每個人的名字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有一個特別朋友 他每次跟我說 然後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我每次把這個朋友 已經介紹給你 你會一直問起他名字嗎 我就說 這個朋友你有介紹給我嗎 他說有啦 我先生是已經介紹給你 因為他介紹 然後我就是下個禮拜 就看到這個人嘛 我說 兄,這個他叫什麼名字 我就能問起了嘛 因為我個人我是這樣子 如果我不是跟你 一直聊天 一直溝通的話 我真的不會記住你的名字 但是我們這樣子 對,這好難哦 我們這樣子很容易下一次 他就會覺得 你真的大牌 你都記不住 我們真的沒 不是不注意的 我還有一個更怪是 我記不住太多英文名字 比如說像他我就要記 劉景莊女士 所以Julie 本名耶 你跟我爸是同一路線的人耶 你知道 吳營臻小姐 你知道有一次我爸在診所 然後就亂接我們診所電話 然後打來的人 明明就是 Wuno的Steven 他轉接說 剛才有一個人打電話來 我說誰 他就說 也超太遠了吧 他是誰 可是我覺得 英文名字真的很難耶 而且譬如說Claire 一百個Claire完蛋了 我真的好羨慕那種記憶力超好的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記憶算是好的 可是後來發覺也不行 因為事情一多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記不起來 我其實也算是那種老派的 我需要用筆記本 記所有的事情 可是我跟你講 我已經嚴重到說 我記在筆記本 然後過兩天我就忘記在哪裡 的筆記本 所以你只能有一個筆記本 然後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你每天起床都會看到它 你說記手機我也記過 但是我就會忘記 我有把它記在手機裡 對 對 我覺得很嚴重 所以你是忘記 你有忘記做那件事情 對 天啊 天啊 這滿嚴重的 我覺得我寫筆記本 所以那可以這樣子 平安長到十歲 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真的都省得很一點 對 真的是 真的 光說我們現在錄影這個地方 我大概就來過兩到三次 然後呢 是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曾經來過 然後呢 我就想說我今天要錄影 然後就戴了妝 然後到樓下 就只有警衛在 然後全部都黑的 然後他就說 你是說 記錯時間了嗎 對 然後他想說 你確定是今天 我說是啊 我今天要來錄這邊啊 第一次是這樣 第二次我又來了 然後他想說 不好意思 好尷尬 而且還是別的電視台 對 然後我跟你講那整棟 就是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說 而且我還很開心 他說 今天樓上有停車位耶 我跟你講 關於錄影這件事情 關於錄影這件事情 我幹過一件事情 我曾經把王牌 大間諜的麥克風回家過 因為我就麥克風一帶走 我就回家啦 對 這種事情我總共幹過五次 天啊 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就算了 然後有一天 我兒子跟我講說 我女兒回來跟我講說 因為是女生嘛 他就說媽,明天那個 我們要去參加一個活動 要塑膝 所以你要幫我買一個塑膝鞋 可是我明天就要 你現在趕快去幫我買 那塑膝鞋就是那種 你知道嗎 踩在水裡的那種 所以我想OK 那去運動用品店買 然後我就 好,我就開車到了梅麗華 然後到了運動用品店買 買回家以後 然後我就放在桌上 我說塑膝鞋來了 OK 然後我女兒就很生氣 跟我說 他說你從來都不聽我在講什麼 來 因為我買了一雙我兒子的塑膝鞋回來 會不會是你重男輕女 真的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著了迷 沒關係,老實說沒有關係 就是心裡只有兒子啊 沒有,其實我都很愛 只是我為什麼會去那個 運動用品店 我怎麼會買 女兒現在在哪裡 都在國 你記得哦 因為我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所以我不會忘記 齊慧,你應該很嚴重吧 剛剛生完小孩都會撒三年哦 我有一副一萬多塊的耳機 對,然後那天我就想說 我就衣服已經好幾天沒洗了 我就把衣服丟到那個洗機裡面去 然後洗一洗 因為我每天都會編歌嘛 我就要弄到那副耳機 想說奇怪 怎麼那副耳機不見了 然後我那天就想了 我去了某一間咖啡廳 我就趕快打電話去咖啡廳 看他們有沒有撿到耳機 然後或者是我在家 把家全部都翻變了 還是找不到 我想說真的是 那耳機超貴的 好,好笑的是 我也忘了我洗衣服 所以那一批衣服呢 是到兩、三天後 我才想說 我要再洗另外一批衣服 我打開洗衣機發現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算了,沒關係 所以那個衣服放在裡面兩、三天 很臭 超美了吧 對,就已經臭掉了 然後又是在戶外這樣 然後我就把在裡面那一批衣服 跟未洗的衣服又洗了一次 結果洗完了之後 我就有記得要曬了 曬起來之後 我發現我那一副耳機 放在那個衣服堆裡 有壞嗎 壞掉了 一天啊 整支壞掉 就是如果... 然後我就馬上打電話 去給耳機的廠商 他們說如果當下 如果馬上拿出來的話 可能進一點水還有得救 但是他說你就是放了那麼多天 已經洗過一次又乾掉太陽曝曬 完全沒辦法 第二次又洗一次 然後牛沒有去趕快劈起來 所以客服其實她的OS是說 江小姐 腦子進水是沒有辦法去 生活上的大大小的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 我其實都還記得滿熟的 那唯一就是 唯一啦 我知道到了地下室 就會比較 因為沒有方向感 沒有收訓 沒有收訓 對 我有過在101樓下 你就把拍下來 我後來就都拍了 就是我只有在沒有收訓的時候 就是整個線比較接不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非常的在意 我身邊所有的人是不是 比如說你有沒有接錯線的問題啦 有沒有記憶力 就是短記憶的問題 因為只要現在大家轉頭 病太嚴重 轉頭就忘了 對 那像我有個表妹是 我覺得她比較接近是 容易接錯線 我比較不會把它歸類在 記憶力不好 因為她常常會 我們比如說一起吃飯 她會突然看著我很兇 說 你幹嘛偷喝我飲料 我說 什麼意思 你幹嘛偷喝我東西 我說我沒有偷喝你東西啊 你剛剛跟我講話的時候 拿起來喝一口放下去耶 我說怎麼可能 我剛剛沒有喝啊 我說而且你點的是檸檬汁 我不敢喝 就我不敢喝 對 你知道她就是那種屬於接錯線型 因為你知道 當你接錯線的人 他會有那種 像是偵探一樣 每次都會馬上要辦案說 誰 我東西 誰拿我東西 對 可是他太容易有這種接錯線 就常常讓我很困擾 是因為 我每次都要像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要幫他糾正 讓他辦案 回憶一下剛剛做了什麼 有時候還會 因為你知道現在大家 不是吃東西都會先拍照 對 在拍照的請 我就從照片裡看說 你看 飲料在這兒 飲料在這兒 在你的位置上 滿的哦 你再看下一張 有沒有,喝一口 喝一口 你喝的 我的記憶力算是非常非常厲害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那什麼意思 我記憶力 特別是我記醜這件事情很好 很會記醜 但是平常我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可能會稍微忘記 例如說電影的這些事情 因為可能有看過一部電影 我又忘記 我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現在很怕看那種電影台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明明我都看過 但是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我都沒看過 對 我也很常這樣 對 就是我之前就是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我們在看電視轉台轉台 然後看到一部電影 女朋友說 我好想看這部電影 我說 他說 他說沒有啊 我沒有看過 我說有啊 你還記得我們那一天晚上 我們跑去吃泰國料理 那一天我們是比較晚到 我們就是那一天做了什麼事情 我什麼事情都講 他說 我明明就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說有啊 我們這裡有看過 他說 不是我 你到底跟誰去看 對 沒有 對 大哥先生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那時候我一直跟他講 我都是開始吵架 然後我們差點為了這件事情分手了 對 那你還是說你記憶力好 沒有 沒有,我的記憶力算是很好 我那時候還記得我那一天吃了什麼 還... 好棒哦 可是最重要的是誰啊 人 對啊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 對 這料理你會記得 人你不會記得 這料理太好吃了 好,肚子 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是這樣的人 對 美國人大部分記憶力好嗎 我覺得... 這個不好 因為我也有一個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也是美國人 然後 可是 他常常跟我說 他要減肥嘛 然後之前 我也是 約一個朋友的健身房 要帶他去 結果要到那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打一個電話 他就不接 然後晚上還回我的電話 然後就說 你今天是打電話給我嗎 我就說 對啊,我不是有約去健身嗎 他說 他還是我有講嗎 然後我就說 有啊 他說 好啦,我們該天再約嘛 提早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學校 他有一個外國老師 是美國 他 他一年已經在那個學校 我全部的學生 都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通識 就是看到通識 在早上就是 你啊 Steve Steve Good morning,Steve 就是這樣 他不會記得所有的人的名字 那他們最近三禮拜 是三上禮拜 他們有舉會 他在舞台上是要演講一下 然後居住人是跟他說 那個 你回去那個 坐在老闆的位子旁邊 然後就是老闆叫做Sally 他說OK 你去坐Sally的位子 他去坐陌生人的位子 他不記得老闆是誰 所以就是大家都三眼就說 他已經在了一年了 不知道老闆是誰 記憶不好啊 這樣好尷尬哦 那請問一下 你們現場幾位新男 你們覺得誰記憶力最差 要講就是要講Marcus吧 他記憶力非常非常有問題 他怎麼了 就是我們大概 一年前或是兩年前我忘記 反正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覺得都忘記了 一年前兩年前都忘記了 想罵別人 你是多忘記了嗎 還記不起來嗎 沒有 我們兩個剛好在微風演出 我在唱歌 然後他再介紹一個產品 我們在微風 我們表演我們就是幾個朋友 我們都開不同車去 然後我們就是表演往什麼 我們就說 不然我們就是約 我們一起去一個餐廳一起吃飯 大家都講好餐廳的名字 弟子什麼都講好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不同車來的 然後我開我的車過去 我朋友開他的車過去 然後開街要開他的車過去 那我們其他人 我們都到了 開街人都不在 我們想說 說不定他先跑回家或是幹嘛 差不多半小時後 開街打電話給我們說 我說沒有 其他人已經到了 只有你不在 他說沒有 我們不是講了另外一個餐廳嗎 為什麼大家都到了 大家都開不同車 一樣都到了 只有你不在 有道理哦 還說 還說我們說錯 明明就是你自己忘記 這個一定是你跟我 講不一樣的餐廳 你自己忘記的 我覺得你們兩個 如果生活在一起 會很危險 沒有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講這種東西 這個會有影響我這邊的經驗 這個人真的很誇張耶 我以前 他剛剛說 你講這個會影響我的記憶 所以這就是一群失智老人 不是啦 不是啦 而且更糟的是 我們還把他們集合起來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戶外 去運動啊 什麼之類的嘛 衝浪什麼的 那我知道馬凱傑 是很喜歡這種東西嘛 我說 我以前在找一個朋友 跟我去外奧去那邊衝浪 然後我說 我打電話給凱傑 就是跟他約一下嘛 我說 我們下下禮拜去外奧 去那邊衝浪嘛 對不對 他說好...沒問題 那約幾天呢 那我就說 因為去衝浪的話 早晨比較好 因為那個浪是比較大的 那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六點半在那個 南港 南港決營在哪邊嘛 他說好 然後我就說 那譬如說那天是禮拜三嘛 然後我就說 我跟他說是下個禮拜嘛 然後下個禮拜六 他就很早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六點 然後就是馬開傑說 飛彈你我已經在這邊啊 我沒看到你 我說 我不是說是下下個禮拜嗎 然後他一直想說 那你要不要來 我說我補具 我現在要補具 我就是希望自己找到嘛 對不對 你一個禮拜到去哪邊幹嘛的啦 一個人在 他記了很多東西啊 多一千往那麼多紅酒之類的 腦袋一塊不行 你最好不要記這個東西 那有沒有因為你的另外一半或親友啊 記憶力嚴重損失 這功能嚴重傷失 那害殘你的有沒有 我有很多次了 但是特別是我經紀人 因為他的記憶真的很差 那就是因為我是歌手嘛 那有時候我要參加什麼活動 客人有點歌之類的 然後我們的i... 我就是要帶我的iPad裡面 就是賺我的所有歌詞 那如果他們臨時要點歌什麼的 我就可以趕快翻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沒辦法記 三百首歌的歌詞 每一首都要記 真的很難 那就是因為我們要參加一個活動 那我就是白天就是來這邊錄影 然後晚上要去唱歌 然後我忘記拿我的iPad 因為我還要準備很多衣服、鞋子 什麼的 然後就跟我經紀人說 麻煩你去我家幫我拿一下我的iPad 因為晚上我客人已經點了一首歌 歌詞在裡面 我還沒有記好 然後他說好 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去參加的活動 然後我們已經彩排完 然後準備上台的時候 我經紀人還沒到 我們就是已經準備要上台的時候 他出現 他把東西拿給我說 謝謝 你給我這個幹嘛 他說 你不是教我去你家拿嗎 我說沒有 我教你拿我的iPad 他說 你說iPad哦 我以為你 你教我拿別的東西 結果他拿了什麼 我的電腦 電腦 那這個要怎麼用 我就完全沒有用 我說歌詞呢 我等一下要唱這首歌 也要怎麼辦 他說 我不知道啊 我就記錯 然後就真的沒辦法 那一天我要是 因為這首歌是客人 制定的歌曲 我一定要唱 所以我教授 馬上把手機拿出來 翻一下 稍微看一下 我那一首歌 算是全部都唱錯 正邊跟你一起工作的朋友 如果說記憶不好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會氣炸你 真的 對 然後我前一陣子要出國前 然後我就跟我助理講 我就說 我有買了一份禮物蛋糕 然後我就說 我麻煩你把這個蛋糕送去 譬如說給小禎 可是因為我明天就要出國了 所以我一... 你送我去機場完了之後 你就直接送去他們家 因為要冷藏 然後他就說好 我沒問題 然後我就一去 去了兩個禮拜 回來了以後 我就問他說 那那個你就是 你東西送給他了嗎 他說有 我確定我那天就送去 然後小禎姐就有下來拿 然後就拿上去 然後就冰了這樣 OK 然後我說OK 然後過一會兒呢 我就打電話給小禎聊天 我說小禎那天 你覺得好不好吃 他說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助理說 你是不是忘記 他說沒有 怎麼可能 因為他有一個毛病 每一次我在跟他講什麼 他都會先跟我講有 我就上了車 我就關上車 結果我助理在開車 我就覺得說 我車子有個很怪的味道 那個味道簡直就是 不能夠接受 我就說 車子為什麼這麼臭啊 他說 車子...沒有啦 因為我前幾天送去那個保養 這是保養廠的味道 我就站起來 因為我的車子是休旅車 後面是鏤空的嘛 我就往後面這樣一看 還在車上 那他怎麼解釋 我就說他是誰 他說 他是誰耶 我真的忘記了 我說而且就是他在發醜 你去把它拿出來 我跟你講那個蛋糕 是已經從白色的變到灰色的 已經變到紫了 所以他根本就是... 兩個多禮拜很少 他根本就是... 他根本就沒有去啊 記憶力差跟冠心說謊 沒有,他不是記憶力差 他是得了胡說八道病 他在跟你拿 他真的完全忘記了 然後就硬要跟我針釀 我覺得身邊這個助理 忘記是有點嚴重 真的,像我助理 我之前有一個新的助理 那他剛來嘛 我們就跟他說 你記憶時間要記得 那現在小朋友都不寫下來的 他都說他記得 那一次我還硬性規定他 你一定要寫下來 我還看著他寫哦 寫得跟真的一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結果隔天在跟他對東西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記得 我說 那你不是有寫下來嗎 你本子呢 我沒有帶 我忘了 就是說寫在本子裡 忘記有什麼用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另外一個助理 他是很天兵 他是屬於 也是慣性失憶症 有一次我們要趕著去一個活動 然後因為那個活動是 要上妝 所以我要帶自己的刷具 因為這樣比較習慣嘛 所以我還專程 因為這個工作要刷具 我們繞回我的工作室要拿刷具 我就繞回去還... 因為這個繞 我多花了二十分鐘繞 繞回去 到那個我們的巷口 我跟他說 那你去拿刷具 我在巷口等你 就不要停車了 他說好 他這一去又去了二十分鐘 幹嘛呢 我以為說他可能就是找不到 或者是上廁所 女生嘛 難免的 或者是怎麼樣 我還打電話給他說 你東西找到沒 怎麼還沒有來 他說 他跟我說 你拿什麼東西 你說什麼意思 我說你現在幹嘛 我現在上網Key資料啊 太誇張了吧 他以為我們是要回公司 他繼承說 我們要回公司 以為就是要回公司 他一到公司 就是做別的事情了 他完全忘記要下去拿刷具 太誇張了吧 更誇張的是 他最後還講一句說 他懷疑為什麼又要講鬼故事 還在 現在還在 而且最妙的是 因此你知道我到那個工作 我是真的是 我到現場下車 然後衝上去 我都已經聽到說 那我們歡迎明川老師 我就這樣走上去了 你這個還來得及 有一次 你知道我躺在家裡 躺在家裡素顏 然後在看電視的時候 公司忽然打開說 正姐 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家裡啊 你在家裡 怎麼還沒出門 我說我要出門去嘛 去哪裡 他說 他說 天啊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我兩天前 還跟你們確定 我這禮拜有沒有行程 對 然後那個助理在我面前說 沒有行程 因為我們的那個 那個項目都會互相連的嘛 所以我手機都看得到 我還跟他確定 因為那個助理 之前那個助理也是 就是 所以我跟他確認了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行程啊 然後我就在家裡這樣 然後後來那一檔就沒上到 像我老婆啊 因為他也是 我覺得他會害我破產 因為有一次啊 就是我們要去參加一個 一個朋友的一個婚禮嘛 那 因為我 我那時候就覺得 他有來過過我們的婚禮嘛 那所以就是有 我們有 擠下來他們包多少錢嘛 我說我們應該要包多少錢 把那個記本拿出來嘛 我們看一下 不用了 麻煩啊 因為在什麼裡面的箱子 然後那個什麼櫃子 然後拿出來很麻煩 一個人一個人隊這樣 對啊 那個好麻煩啊 沒關係 我記得 他包了八千塊啊 我就說 那麼多嗎 你確定嗎 我說對 我非常確定啊 他八千啊 然後我們就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他包八千我就八千八 八千八 然後包給他 然後 就後來 在那個AFT PARTY 他就 那個新郎啊 他就過來跟我說 瑪迪哥 謝謝你 真的是 包這麼多啊 真的是 好好啊 我說 我不是比你多八百塊而已嗎 然後就沒事的爸爸 沒有跟他 我就說 不會啦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可能就是真的覺得 不好意思啊 所以他就後來還是跟我來說 我包那麼少給你 還包那麼多給我 很急的啊 然後非常感謝 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回家後 我就把那個筆記本拿出來 我看說 他包了兩千六 你包八千八 可是你看 如果我們剛剛像我們講的 剛剛處理發生的事情 我們還可以罵他 因為這是工作上的 真的 你說你整邊人搞這個 對啊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他朋友的婚禮嘛 然後 他的名字是 例如說梁嘛 然後隔壁也是有一樣的人是梁 然後他就跑錯了地方 因為他如果忘記那個人的名字 進去的時候 他就很趕 因為有點遲到 然後進去的時候 還保那個紅包 那是幾錢塊對不對 進來的時候 坐下來 在那邊新郎跟那個 那個新人 對,出來嘛 然後他說 奇怪 我朋友怎麼新娘換人了 結果咧 他還出來啊 然後要去隔壁 然後再付一次那個紅包的錢 超差 對 應該可以退回來吧 對啊,應該是 他就不好意思 因為他已經跑錯地方啊 他鬧乾說 不好意思 我跑錯地方 可以再給你紅包 因為有很多飯店 他弄成很多廳 對 其實很麻將看仔細 對 這種可以退嗎 這很尷尬耶 可以對吧 因為你會錢 你敢嗎 不是,你也不好意思去退啊 我怎麼不好意思 我把錢給錯啊 要怎麼開口 那就錢 可以啊,我就敢 你OK啊,因為你沒什麼朋友 你OK 對 他是有那個選擇性的記憶嘛 但是那個 他的選擇性 根本就是邪惡的 非常的會害人 他是很不會記人名 然後他在路邊出去 看到一個人他認識的 但是他不記得他的名字 他就會亂取一個 就是一個 在西班牙很普遍的一個名詞 就 但是那個人 根本不叫Petal 所以我就從小很尷尬 但是我長大就更加尷尬 是他也不會記得我女朋友的名詞 而且我女朋友也不多 我快三十歲 我女朋友不到四個 他還是沒辦法記起來那個名詞 你要不要講實話啊 真的,真的 那我第一個女朋友是 也是一個 就是KARLA 在西班牙很普遍的一個名詞 那他第一次來我家 我媽媽就說 KARLOTA,你要不要喝咖啡 好可怕 他就問過KARLOTA是誰 那我媽的那個頭腦比較隨機 然後第二次就 每次都這樣 他是故意的吧 好可怕 他在故意的吧 但是第一個女朋友就習慣了 那我媽就升級了 有新的一招 我第二個女朋友叫KATRINE 那我媽終於背起來 我第一個女朋友的名字KARLA 那KATRINE來我家 他就說KARLA最近好嘛 KARLA 都是尬子輩的啊 媽媽就是要來鬧事耶 媽媽就是尷尬的冠軍 這個真的很尷尬 記憶力不好 是我台灣的前女友 有一個聖誕節 她很熱情的突然跟我說 I love you baby 沒有跟我說聖誕節快樂 她就說I love you baby 她可能喝醉了 早上起來的時候 已經喝醉沒有啊 我就覺得 她突然就是跟我一樣愛聖誕節 所以有一次說 很好,我也愛你 所以我愛你 她說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說 聖誕節 我們要 朋友啊 要來我們家 可以吃飯吃喝玩樂對不對 她說 我們不是要 就我們兩個人過嗎 我說為什麼 她說 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 她說 我們是八月再在一起啊 你是記得什麼 是她跟她的前男友的紀念日 我的天啊 那個女生 大家一直知道 這是世界上最壞的人 但是她的記憶力也是不好的 大家剛剛講的 可能就是記憶力 可能忘記或幹嘛 但是我這個就是 除了記憶力差之後 我還顛三倒四的亂記東西 就是我大概十幾年前吧 我有一台腳踏車 然後那時候是我阿布送給我的 而且那時候就是好幾千塊 然後就是很貴這樣 然後剛好當天呢 我妹要跟我借腳踏車 然後我就跟她約在名牌 不是名牌 明德站 然後呢 我就把腳踏車 簽到明德站 然後也把它鎖好之後 哪有名牌 明明就是石牌 它是石牌 對,石牌 對 石牌站跟明德啊 名牌是什麼 有名牌 石牌站 還是你要剛剛約在省主牌 對 然後就約在石牌 我就把腳踏在石牌 然後我妹就要來簽 然後我就... 妹的明德等你 對 不是 他就在... 他就來石牌簽 要找腳踏車 然後他就打 因為我就去找我朋友 然後他就打給我 他就說 他打了好幾桶給我 然後我都沒接到 那時候我就接到 他就說姐姐那個 你的腳踏車停在哪裡 我說我就停在石牌的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他就說姐姐,你會不會有可能 就是停在石牌 石牌 所以石牌 明德石牌 騎禮岸 對 對,他有沒有可能往左右邊停 因為在那邊的那個捷運 是很像的 對 明德 騎禮岸 好了 對 然後之後我想說不可能 因為我明明就是把腳踏車停好 我剛剛有在石牌 然後我就鎖了之後 去我朋友家 結果我想好 那就既然真的不見找不到 我就真的那天大太陽 我就跟我妹沿路走走 走那個草地 走走走 走到那個 下一站還是沒有 然後想要不死心 再往那個到騎禮岸 結果我停在騎禮岸耶 天啊 你很誇張耶 整個就整整插了兩站 然後我那時候記得我明明... 石牌到騎禮岸跳表 那記得就要跳表兩次了 對 但其實因為他那邊的路段 是非常像的 所以騎禮岸 是在石牌的下一站啊 對 對,明德 對,我那時候停明德 然後其實是停在騎禮岸 你到底停哪裡 我們停的頭都昏了 沒有,因為明德跟石牌 這兩個我常常會搞混 我常常就停在捷運站就對了 那邊就是羅生門 然後我明明就是停在那邊 然後以為不見 這很瞎耶 對啊,很瞎 然後之後就是就找到了 然後死我好好 根本沒有被偷 然後是我自己記錯在 這個禮拜剛好 我上了兩個鮮哥的節目 然後這兩個節目 都需要唱歌、跳舞 都要學... 每一個節目都要學歌 然後跳舞 然後就是他們會安排 老師叫你是不是 然後就是上完課之後 就回家要自己練 那我就想說 例如說禮拜天表演的時候 我想說一整天 一直在練哪一首歌 哪一首的舞步 因為我想說 今天晚上要表演這一首歌 隔天再練另外一個舞步 還有唱歌的這一塊 這樣子不會搞混嘛 所以一整天 一直在練 一直在練 同一首歌 一直在練 一整天這樣子 結果我到了節目的時候 要準備上的時候 我們進去化妝室 然後看到老師 我想說 老師,你今天也上了這個通告耶 我們不是明天要跳舞的嗎 你是... 是不是跟別組一起的 他說 沒有,就是跟你 我說 今天... 今天不是要跳這首歌 他說 沒有,今天是這個 你到底有沒有練 我說 我經紀元是不是跟我講錯的耶 就是開始怪我經紀元 好像是... 但是明明就是我自己 把事情搞錯了 然後就... 差點就是跳錯的舞步 然後就好像說 對,我是開玩笑的 然後就私底下 跑去後面 看你一直流 然後就... 趕快練 等一下這個 在準備到底要怎麼跳 因為超級丟臉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把這兩個節目 全部都搞混了 對啦 我是覺得那個 記憶的障礙 是可能有一點遺傳的 這部會計機票的日期 不管我確認幾次 我還是會錯過 我還是會晚一天到 每多久我要去西班牙 然後也帶我的前女友 那個機票很貴 台北西班牙的 那我那個飛機 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 因為錢太多了 然後我女朋友的錢也給我 讓我買 所以我要負責 那他也是一直叫我要確認 因為他也知道我的經驗 那我確認了 最少有一百遍 那那個日期是六月一號 然後我女朋友說 你把那個資料傳給我 我說你... 你把我當白癡嗎 那我就不傳了 那我們六月一號 到那個航空的櫃台 那個櫃台的員工說 你們的飛機是昨天的 那我就臉馬上遇了 我女朋友 他也完全傻眼了 對 一定很生氣的啊 對啊 要再三確認 再三確認了 但是我的記憶障礙 我自己負責 就當下再買一個 就訂那個下一天的機票 訂我自己的 訂他的 男人做事總是出心大意 又忘東忘西 講完馬上忘 讓女人總是很火大 而今天這些外國新男們 又曾發生或碰過哪些健忘事呢 男生的記憶力 真的比女生還要短暫 對 而且你們是 當然啊 一定要啊 什麼叫當然啊 一定要啊 有個事情都不想起來 是比較好的 尤其啊 好,我跟你講 你們什麼事情不想記起來 好不好 對 你們男人永遠都不想記起來 對 女生有限定 不是所有女生 是老婆的事 老婆或是交往很久的女朋友 對 外面的新妹就會記得 忠兵哥會嗎 對 我老公啊 新妹的 對 對 以我們結婚二十年 他都忘了 好 例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有一次 我剛好那天沒工作 然後一早起來 想說跟姐妹中午要去吃飯 結果找餐廳名片 找不到 然後茶號台也查不到 有些餐廳 他不會登記他的名字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等一下要出門對不對 我老公說 對啊 我說那你開到那一家 因為我們家會經過 我說你開到的時候 幫我看一下電話 然後跟我講 我要訂中午 是 然後我就跟我的姐妹 大家就開始化妝 我就在想說 我老公從家門口開出去 應該五分鐘就可以看到電話了 是 所以我就在等 等了十分鐘 我老公還沒打給我 我想說 有可能是他到拍戲的地方了 再跟我講 等了半個鐘頭 10點多出去 等到11點 他還沒打給我 沒有 等12點我就打給他 我說 老公 那個你有幫我看電話嗎 那正常男生會說 我老公如果馬上 還好 我老公說 什麼 周平哥 好棒 我有關心 會不會是你當初講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沒在聽了 我那時候有問他 他出門前我還跟他說 要看餐廳的電話 他說好… 這是最近發生的事嗎 對啊 因為你剛剛那個皓然姐講說 找名片 打茶浩台 看路邊的電話 這個聽起來是 你知道嗎 現在誰還打電話給茶浩台 沒有 為什麼不用搜尋 手機或者搜尋一下 不是就找到了嗎 好了嘛 我們家就是有電話簿怎樣 你們家不是也有電話簿嗎 我爸爸也是啊 他現在 他自己都有一個小本子有沒有 寫拉青棚好友的電話 那一本掉了 他這可能沒有辦法活下去 不會就這樣啊 對啊 趙哥也是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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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沒有 我都季戴這個 趙哥現在就Siri 這樣用就Siri在我 Siri抱招我老婆 他就把她電話出來 你沒有老婆 我等於說 老婆 你指的是哪一位 對 楊柯琳 楊柯琳嘴巴在講 沒關係 要講到來講 我跟妳講 我還有的朋友年紀 跟差不多趙哥那樣子 他是 那一個 那算老朋友囉 對 他是把一個標籤 然後把自己的電話寫在標籤 然後貼在手機的背面 就忘記了 太誇張了 那撿到的人幸運囉 不好意思 我們在講說 男人的記憶力容量很短 你請趙哥來就是聊老年失憶 沒有… 可是基本上來講 男人好像到了30以後 慢慢記憶就會減退很多 像你看像今天那個皓嵐姐 我們都錄影那麼久了 是 今天她來的時候 進到化妝室 她先講說趙哥 我馬上要叫 叫不出名字 我只腦筋閃過 就是王中平的老婆 就這樣 就是要叫他人家 叫不出名字 他有話 他有話 你記憶力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我也不是王中平的老婆好嗎 那你是 你這玩笑開大了 你幹什麼 那你是 你是誰 有什麼新的新聞是不是 我是誰 幹嘛 我老公不是王金平嗎 王金平 王金平 太瞎了 王中平 這一次比誰的記憶還差了 看到沒有 婚姻可以維持20年 就是要叫 太難了 太難了 怎麼有悲哀的感覺 裝風賣傻是關鍵點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女生比較誇張 因為呢 而且就是我之前女朋友 她真的很 就是不是三朋友 兩秒就忘記 因為你看 現在所有的台灣的朋友 誰知道這件事 大便 我很會大便啊 你說這是你的專長嗎 你會在綜藝節目上面表演嗎 不… 就是我常常講的 就是我台北市的 所有乾淨的那個廁所 我都知道 你都什麼 我很會 對 但是問題是 她很喜歡去的就是 有的沒有的地方 就是比較那個 那個燙水的那個裡面啊 就是還有譬如說台中啊 然後台中的不是 鄉下一點的地方 對 台灣有很多人的事 不能鬧嗎 不是啦 聰明 問題是 就是說 要不然會有濕疹 不是 沒有 你怎麼關心她起來 沒有 Windy是就是說 譬如說 而且是我很會拉肚子嘛 就是那個 而且我吃辣的東西 馬上會拉肚子 那Windy是就是說 好 OK 她想吃馬拉火鍋 我跟她這樣說 好啊就是 但是我會拉肚子 她說好啊沒關係 就是我 你知道馬拉鍋有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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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怎麼樣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吃辣 說不了會吃辣的東西嘛 那Windy是好 我們吃完這個馬拉火鍋 好,關節 無所謂就是百火鍋 或是有廁所的地方 無所謂 她說沒關係,寶貝 我們要去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上上我怎麼大面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兩、三次 我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你有戴在褲子上嗎 兩次沒有 沒有 差一點 好恐怖哦 我覺得女生真的這樣子很不貼心耶 不是啊 我又不是狗狗 不是,將來有一天 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然後是沒有乾淨的廁所怎麼辦呢 對 對啦,妳要學下來啦 我們是為了妳好耶 對 那男生有時候工作或重要事 你們自己忘記就算了 為什麼每次還要我們幫妳記 我們自己也很多事情耶 很麻煩喔 對啊 而且我覺得剛剛餐廳都還OK 都可以解決 我老公曾經忘記過一件事情 讓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女兒小學六年級畢業嘛 那老師 學校在半年前就跟我們講說 畢業之後會有個畢業餐會 想要請韓菲的爸爸來主持餐會 會在飯店有六七十桌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女兒幾號畢業典禮 妳記得要請家 因為她在拍戲 她說OK,OK,我一定請 我女兒畢業典禮 我當然是會去啊 然後到前三個月 我還跟她說 妳記得六月二十號要畢業典禮了 妳要主持了 她說OK,OK,沒有問題 我就認為沒問題了 到六月十九號 我老公拍戲拍到半天打給我說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我說什麼事 他說 是喔 這太恐怖了 這太誇張了 我不是三個月前 就請妳跟劇組講好 對啊 他說三個月前我有講 我說那我一個月前 我還跟妳說要提醒他們 因為劇組不可能去記妳三個月 對 我說妳一定要提醒 妳還答應我 他說 妳說明天要畢業餐會要怎麼辦 他就說就是不能請 你知道男生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 我就是工作啊 我不是說去玩 而且妳為什麼永遠都要到最後一刻 因為妳如果二十號不能請 妳應該前幾天就知道了吧 對 沒有,他就是十九號 然後他才想到明天是女兒畢業典禮 他才趕快去 所以他前面三個月都已經 就是莊莊沒聽到 他已經忘了這件事了 然後二十號那一天 變成我不可能跟學校說 不好意思 還被爸爸在工作 妳就說 要直輸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還有理由講 結果二十號那一天變成我 非得要去代替他 主持人 去主持那六十桌的畢業餐 好險有你耶 真的好險有你耶 不是,你想想看那種感覺 你在前一天被告知 你明天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而且下面不是觀眾 下面是老師 主任、校長 你知道那個壓力有多大 而且人家三個月前 就跟你講這件事 代表他們很看重 對 但我們會很尷尬 因為人家會真的有說 這是重要的事情耶 對,你開玩笑了你 不過是你自己的工作 也會忘記或是要 就是需要我提醒你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糟糕 我老婆都是這樣子 因為她是作家 對 所以她應該要做什麼 寫作 寫作 沒錯 所以這是對她很重要 所以她就是寫文章這些東西 一定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應該要備份 你就是要back up 如果你的東西不見了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她常常就是 會忘記備份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要提醒她 然後她 如果她有記得 她會從 就打開一個文章在她的桌面 然後她可能就是打開寫幾個字 然後她會把她拿到那個USB鍵裡面 然後USB鍵裡面會繼續寫 可是那個 在她的桌面 電腦裡面她會忘記 所以有的時候她USB鍵就濃丟了 然後她還跟我說 可是我有back up啊 我back up在USB鍵裡面 我說 那back up在USB鍵裡面 就是有什麼 如果你就是 你備份就是你要有一個back up 她說那電腦裡面還有啊 可是這是她剛開始寫的時候 所以有幾個字 對啊 已經差很遠了 字數差很遠了 對 女生對電腦這真的不懂 可是我就是 我有 所以我就有提醒她 好 如果你就忘記 你就是要 有時候可以在 裡面放 你知道Cloud是什麼嗎 對 對 對 就是跟她們講 明白 她每次都說 什麼叫做Cloud 你可以叫我弄嗎 好可愛喔 我就每次就叫她弄 如果我就 有時候我就叫她弄啊 可是我在 所以已經弄好了 然後她就打電話 就 我說是在Cloud裡面啊 就是你不是放在Google嗎 Google Drive裡面 她說 可是我有去Google啊 我有 她真的去Google Dr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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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去Google一下 好可愛喔 可是我找不到啊 我有找我一些 就是以前寫的文章啊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是在哪裡 好可愛啊 對 不可愛 真的很麻煩 這是情趣耶 因為我覺得我叫她好幾遍 你看她雖然很會寫作 可是她在緊急的時候 還是需要你啊 這代表她依賴你 對啊 就是蔡樹葉 如果你是正在追她的正妹的話 你應該不會抱怨了吧 不過男生 你已經答應他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要 因為我家比較小 家小套房 然後我跟我男友都非常愛潛水 你知道潛水裝備很多、很大 然後他那時候就自己說 沒關係 那你把你的裝備放在我家 我可以幫你清洗 然後我又有車 所以我們一起去潛水的時候呢 我就順便把他扛上車 我們就一起出發到海邊 我說OK,好 然後那天我們就要去海邊 然後我之前在之前晚上我就跟他說 你所有東西都要記得帶 你不要忘記 因為裝備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花錢買的 那也習慣用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就double check三次 我就跟他說 你要記得帶什麼什麼東西 帶了沒 帶了... 那你面鏡帶了沒 帶了... 什麼什麼東西帶了沒 他說 我都帶了 我都有double check過了 你放心好不好 我真的是腦容量沒有那麼小 然後還就有點不高興 我就想說OK,好 然後我們那天就到海邊去 就想說今天要潛水 然後我就裝備穿一穿 然後穿差不多 我說 鞋子呢 然後就這樣 鞋子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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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很可愛 我整個火都冒上 我說很可愛 在陽台 請問是在你家中和的陽台嗎 他說 我說所以是 他說 還沒乾 還沒乾 我們現在就要下水 所以沒關係啊 他說 沒關係 反正你不是想換鞋了嗎 那我們就去附近租嘛 然後你就穿看看 如果你覺得很喜歡 我們就去買那一雙 然後我就 好 好 那我們就去租 然後就走去租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邊試半天 然後因為你知道 夏天就穿防寒衣很熱 那個火已經 這個快要不行 快膠不滅了 然後這邊說 老闆我要這一雙 然後老闆又說 身分證 就是要登記身分證 因為他很怕你把鞋子拿走 證件 然後我就說身分證 在陽台啊 然後他說身分證 我今天好像 我去車上找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折騰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他就在車子裡面 一直找他的皮夾在哪裡 然後找完之後鎖車 然後過來拿身分證 然後弄 弄之後我們大概延遲了 好像我記得兩個小時才下水 然後那一次我就覺得 這是真的是不能交代 而且志涵你自己答應我說 我會都是帶清楚 而且是你自己說 把東西放在你家的 不行 然後你還沒做好 有關於這種細節上面的東西 真的 像我有一次就是說 我女朋友 她去公司的尾牙 那個抽獎 抽到那個什麼 那個衣櫃 衣櫃 但是問題是 那個是DIY 自己 自己做 你最會DIY的衣櫃 哪會啊 很簡單耶 很簡單耶 問題是就是 就是我開始就是外景 躲在外面 一直在外面的時候 當然回到家很晚啊 然後她一直在跟我說 什麼時候幫我弄… 結果就是一個禮拜 問題是我在工作 我只是忘了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開始外景 結果一個禮拜後她自己 自己裝 當然啊 對啊 你自己說把人家組裝 然後沒把人家裝 一個衣櫃你搞一個禮拜 通常都是男生的 很誇張耶 衣櫃沒有很難耶 很難耶 像杜立或任翔或其他人 衣櫃是不是一個小時就弄好了 對啊 很快 你搞一個禮拜 衣櫃也要弄一個禮拜 衣櫃 我甘姐她跟她老公 她們要去香港的時候 她是全部都是女生排行程 因為她們自由行 然後 就一件事而已 結果她就把行程全部排好 然後到了要去領 旅行程的時候 發現 沒有簽證 可是她們沒有台報證 所以她們也沒辦法直接飛香港 不過就很麻煩 她要跑去櫃胎 然後重新辦理 然後列印什麼的 然後那個登機的時間 越來越逼近 時間越來越緊 她們就覺得好緊張… 然後後來那個 終於印出來 印出來發現 這樣子是沒有辦法 對…跟機票 那個護照上面不一樣 對… 表示她在登機的時候 又寫反了 然後就又要重新申請 就再等快一個小時 然後她們又好緊張 好緊張 然後還要付那個更名費 然後最後 她們說好險來急 但是她們是用手刀 在那個機上狂奔 才趕上飛機的 太火大了 太火大了 就是男生才經濟 而且妳需要辦一件事耶 對 我第一次去泰國的時候 是有第一次看到 我以前女朋友 超生氣的 因為我們就很開心 要去泰國玩 反正可以去哪邊 跟很多東西 出去玩去海邊 到分店的時候 我們就很開心 要趕快把我們的心裡分 然後再走 但是我去檢查的時候 我就發現 就是那個服務 服務員就跟我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說 從明天開始 那我們今天成本 提早來了 而且那個時候 他沒有離早去啊 而且那個時候 對 很多人 所以很難找到一個空的分間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我是定隊的啊 不是明天 我是晴天 晴天 然後他說 我看電腦說 不是,是明天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女朋友 就很生氣 因為他不喜歡去出國的事情 因為他出國 他沒有那個安全感 他覺得我們在一個地方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了解 而且就是可能錢不夠什麼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 我訂明天 那我們今天來訂一個 一個更多晚 然後就說 我拿我的錢包 然後我發現 然後 信用卡也沒有帶 然後我們怎麼辦 然後我的女朋友 真的很緊張 你女朋友應該在旁邊 吃抗鱿魚症的樣子 真的 他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真的很生氣 可是到最後 我們還是可以住一個晚上 就有順利 找個地方住就對了 對 也是很貴吧 也是很貴啊 所以他更生氣啦 但是沒辦法 有一次是 周杰倫前幾年來 新加坡看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前女友他很喜歡周杰倫 他說他想看那個演唱會 所以我就好不容易 買到了兩張最貴的門票 然後買到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票給他保管 因為他怕我弄中 然後他就保管了之後 當天演唱會呢 他進完就忘記帶 然後要進場 他都忘了帶 所以我當下要飆車回家拿票 然後再飆回來 然後整個上半場我全部都 我們都沒有看到 就從中間才看起 你那個是飆得回去 有一次我們去美國看球賽 是 然後瓜哥就說 那個叫我上去幫他訂球票 是 然後我們很早之前就訂 因為美國球賽那個球票很難訂嘛 然後我們就訂了前面很多 很貴喔 就最前面那一排的 然後我就把它印出來之後 放在文件夾裡面 然後我們就出國了嘛 然後到了國外之後發現 文件夾在家裡的 好優秀喔 所以我們就外手去 又再買了票 然後又更貴去看球賽 對 因為這些小東西 像一個你鎖的這些門票 那小東西很容易忘記 弄不見了對不對 腰石、錢包那些 都很容易弄不見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你怎麼會忘記一個人呢 要看... 有什麼我的問題 我還沒講我的故事 好 然後就是因為我回去美國 剛好我回來的那一天 我就說我女朋友也休假 我想說 那你要不要可以來載我 他說可以 好 那我在美國的機場 我就一直那種 用來跟他聊天 對 明天幾點會到 對...好開心 我已經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看到你回家 我們要好好的 開心一下 就講一大堆 有了沒有 細節 太細節了 太細節了 但是我們就是講 然後就說我們要準備 待會見 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 因為待會見了嘛 對 你也跟他說 你已經在機場了嘛 對 對不對 好 出來說 沒有人 沒有人 我想說 說不定 他就是比較晚到 沒關係 塞車 或是遇到什麼問題 沒關係 打電話給他 沒有接 他說 奇怪 他可能在開車不好意思 沒辦法 沒辦法接 沒辦法接電話 然後就站在外面等他 因為就是他一定要過來 因為就是那一天我還要工作 好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些時間 我想說就陪他一下 再去工作 OK 等 沒有人 後來就是開始 狂子打 一直打 都沒接 終於接了 他說 你在哪裡 我在家 我已經到了台灣耶 你不是要來載我嗎 我忘記 我超生氣 我根本沒有什麼事情 就變成他來載我 是在桃園機場 就馬上載我去那個飯店 就是進去 我沒有什麼衣服可以穿 我還要參照一個婚禮 就把一些就是 我之前也是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因為他的事情忘記 然後完全害我 沒有辦法去上班那一天 就是他 他要升起那個美國的學校 然後 他是要把他的那個中文的字 轉就是翻成英文 然後他忘記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說求我救嘛 我想說過幾個小時 我就要去上班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趕快去用嘛 然後我在家裡就認真 就在幫他反應 結果翻完了 我就趕快去上班 結果我就搜到一個電話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說沒有啊 就在店面那邊啊 他說 你沒有存檔嗎 我就說 我沒有存檔 因為你在我旁邊嘛 你不是馬上就是可以 就是查那個USB嗎 他說 沒有啊 你不要幫我存... 結果我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還要打一個電話 跟老闆說一個藉口 我還要回家 還要幫他重用 你為什麼要抄韌翔的故事 抄韌翔的故事 韌翔 你看 記憶力有這麼短的 真的 高講完他就說韌翔出來 有故事 真的假的一模一樣耶 你在哪裡 我真的...你是誰 有時候男生做錯事 你就承認嘛 你明明忘記 像剛才中平哥如果說 我忘記就吵了嗎 什麼吵 他是中平哥耶 中平哥 對啊 金平哥也是啊 妳做錯就是應該說 抱歉 我做錯了 我忘了 為什麼還要死不承認 找那麼多介入 因為男生很奇怪 他們有時候會覺得講 對不起這三個字 好像自己就... 難以啟齒 對... 因為我老公有一次做一件 真的讓我覺得很好笑的事 我有一次我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然後就是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沾到一點油 他剛好要去工作 就說老公 妳幫我把這件衣服 送到前面的乾洗店 那我過兩天 工作的時候要穿 然後他就... 好... 我說要記得送乾洗店 要記得那個油 要請他幫忙處理掉 他就送去了 回來沒有帶衣服回來 一定是送去乾洗店了 對啊 不是乾洗店就是支援回收 就是這兩個地方 三天後 剛好那一天我下午有工作 他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等一下去那個乾洗店的時候 看如果有經過 就幫我把那件拿回來 如果你不方便 我就打電話請他送 他說 我想說我老公今天怎麼這麼好 突然男生不會這麼熱心的 主要幫你拿 對啊 有鬼 對 然後到一點多的時候 拿回來了 我想說這件衣服 乾洗店不是都會有衣架掛著 外面有透明的套子 對 怎麼這次乾洗店洗回來的衣服 沒有這些東西 我就把我那件白色... 還是輕輕河邊潮 我就把你的白色衣服打開來 發現沾到油的那一邊 油的確是不見了 可是你感覺到油不見的原因 是有一個人在 有一個人在 硬搓把它搓掉了 因為那一圈皺皺的 會有痕跡 這一圈的布戳久 它會比較粗嘛 對不對 對 我說這件衣服 乾洗店洗的 他就開始緊張 他說 那個... 因為我說 你有送乾洗店嗎 我就是忘了 我說然後呢 我就怕你生氣 我就趕快 在外面 還不是河邊喔 廁所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男生 我們的事不記得 他跟朋友約 都記得啊 有什麼事 記得一清 包括他昨天 他的樹沒有澆到水 都記得啊 今天要去補澆 這比較難記得 他都記得耶 不是,就是男生只記得 他自己的事啊 對 我以前也講過說 你這樣有一次 那時候我女兒還很小 然後雅蘭 那時候我女兒剛滿月的時候 他送了一台小朋友彈的鋼琴 他專程載到連盒子喔 載到診所來 然後那一天因為我要先離開去工作 所以我就進去說 老公,你回家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一個 因為那個箱子很大喔 對 超大,你不可能沒看到它 然後我就說 你回來的時候你開車 你幫我載回來 因為Emma想完 你今天一定要把他載回來 對 他說好 然後我就心想說 因為已經太多次了 我想我真的很不放心 我就把那一個箱子 拿到辦公室的那個 他的桌子前面 把他的衣服 就是他回家要換的衣服 鑰匙 車鑰匙、家鑰匙 全部放在那上面 這樣你穿完一定會看到那盒子 一定會 然後我還是覺得不放心 所以我就把它搬 慢慢搬到那個辦公室的門口 所以你走進去一定會踢到 對 然後踢到你看到衣服 穿完衣服 你一定會把它拿回家吧 他回來還是沒拿 這表示他是繞過去耶 他回家是穿一絲袍回家的 不是 他有換衣服 就是說我已經把這個東西 放在正門口 就是你會經過的走廊 然後上面已經放了 你回家要換的衣服 跟車鑰匙、跟家鑰匙 你可以車鑰匙、家鑰匙 拿換了衣服 然後盒子沒拿 拿不起來 他會把它塞起來 然後一樣繞過那樣 他說下次我真的一定要 把那個盒子鑽兩個洞 那兩個繩子 然後背在你身上 就背著它去開刀 然後他回來還跟我講說 有嗎 盒子你放在哪裡 有一次只要整理衣服 然後你整理衣服的時候 你是要回修一些舊的衣服 所以有一大堆舊衣服 就要就是讓 就是叫他幫我回修一下 他說OK 然後我有一件 就是一條牛仔褲要洗 所以就好 所以這條牛仔褲幫我洗 他說好OK 然後第二天 他已經弄了 可是知道他有做什麼嗎 什麼 那他怎麼樣 衣服 舊的衣服 他有拿出洗 你只要褲子 拿出回修 然後 為了不要被放 還好 因為你還在啊 就是他不想承認 所以他就知道 他做了什麼很誇張 然後他就是 為了就是不要被我發現 他還要就是把他們洗一下 好用心喔 因為他穿起來 因為他不想被發現 所以他就是覺得 應該是有 他會想很多 因為有那個香味 因為就是有洗過 不要有很新的味道 妳看我們女生多細心 要是你們男生應該 然後說這就是你舊的那一條 對啊 標訊也沒剪掉的那個 他很細心耶 可是他忘記啊 然後就是 他就是把那個新的那條牛仔褲 跟一些我的很好的衣服 繫在一起 然後就 然後我的新的 就是把一般新的衣服 很好的衣服就被染色了 就毀掉了 對啊 同一個設計的耶 同一個設計 都不用再擔心穿掉的問題 為什麼什麼你都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男生真的是很... 我覺得有時候你就直接說 我忘記就好 但是就是沒辦法說出這句話 其實你說我忘記 其實女生也沒辦法再多說什麼 但你找藉口就會讓我很火大 因為像我就是每個禮拜三 我固定要...狗要去洗澡 然後我自己我會記得 但我如果工作在忙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男朋友協調說 那是不是你可以中間 稍微先離開公司 幫我去接狗 然後接回來 然後放在家裡 然後你再去忙你的 他就說好 所以平常我們都會這樣 但是我之前 我們剛剛在一起沒多久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提醒他 說今天要接狗 今天要接狗 然後他那一天好像是 就是我也是麻煩他 因為我要去拍戲 我就麻煩他的時候 我就再三提醒他 我說今天他們 就是寵物店的人要去聚餐 所以你六點以前 人一定要到寵物店去接狗 好,我會記得 然後我大概下午一點多 剛好空檔吃完便當的時候 我還再傳簡訊給他 我就跟他說 你一定要記得 然後他還有一點就是不耐煩 就說 然後大概六點半的時候 我說狗狗到家了嗎 他說 我就說 可是他們今天要去聚餐 我不跟你說六點以前 一定要到嗎 然後他就說 不是,我今天真的很忙 我知道我答應你了 是,好 對不起,是我不對 但是我就是 我今天真的很忙 對,然後我就... 我就說好,沒關係 然後就趕快把電話掛了 然後先打電話去寵物店 跟人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真的很塞 然後我們現在在路上 馬上就到了 不好意思,麻煩你等我一下 但我就很不喜歡這樣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可以就麻煩我媽媽去接 或是什麼 就是協調不過來 我們會有其他的安排 其他的選項嘛 對 但你又答應我了 然後你忘記了 然後又在那邊找了一大堆的藉口 今天很忙啊 你又不提醒我 什麼...有的沒的 我不是提醒你兩、三次了嗎 然後又忘記 但你那樣講已經提醒十次了 其實 然後他就還是... 最後還是忘記 然後就是太晚出門了 而且這樣會漸漸的對我... 讓我們對你們變成不信任 對 沒錯 狗狗的事情就算很嚴重 我有一次 我吃過比賽 那時候我是養狗狗 我養的是Haski 比較大隻的 而且... 那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對 很久之前 對 很久之前 那不敢怎麼樣 我家的狗狗 他不... 他不會在家裡大便 而且是大型的狗狗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要出國比賽 所以我跟女朋友講說 你要好好照顧他 要記得就是帶他出去 要大便 散步 對不對 結果呢 好 我過來一個禮拜回來 我開門 我家的狗狗看到 太誇張… 因為你那個女朋友 帶狗狗去吃麻辣鍋嘛 然後吃麻辣鍋 他就會拉肚子 他又找不到乾淨的廁所 不是 對 他跟我很像 他很會大便 然後我說 蛤 你怎麼了 他說 Oh no 怎麼又最好吃啊 真的啦 最好是他在跟你這樣對話 然後完了 你後來問他說 不是啦 你是不是看卡通來講這故事的 不是啦 可以掰好不好 沒有 我看他就知道不對勁 就鼓勾在哭了啦 對啊 然後 然後就是問題是 我直接 因為我知道 他很久沒有出去玩 我跟他這樣說 你是不是沒有帶他去散步 那是不是就是沒有他在外面大便 對 他說沒有啊 我有啊 我有就是一天兩次啊 怎麼可能 然後問題是 如果他承認就好嘛 他在忙 他也自己工作 OK 問題是 你女朋友大的 不是 因為家裡把頭壞掉啦 不是 因為你女朋友都說 有帶他出去兩次了啊 你怎麼求證啊 那你真的問狗的本人嗎 對啊 我問的時候 問我 問 最好是 最好是耶 有一次我是因為這樣子 跟我女朋友抄嫁喔 我就說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就是要去約一些朋友 在這個 這一家店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去哪裡 跟某某的朋友 我沒有去過啊 我說有啊 你還記得是我跟 一定是帶別的女生去是不是 就是 我說沒有 沒有 就是我跟你還有你 這個朋友還有我這個朋友 我們一群人 你還記得我們那一天吃什麼嗎 他就是開始跟我吵架的說 你每一次我... 你帶我去的地方你都會忘記 明明就是帶別的女生 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說 好像是 是不是真的是帶別人去 對 他就一直講 就開始懷疑自己是自己忘記喔 對 然後想說 是這樣子 然後就 過了幾天我想說 不可能 明明就是有 就開始翻一下我的手機 裡面就是他 我們就是在這個餐廳 我要給大家看 我說 這是誰 那我啊 這是什麼餐廳 你不知道 你看我們 你看這個些朋友 你看 是不是這個餐廳 你看錯了 明明就是 就一不承認 你到底是怎樣 你自己忘記 你就說忘記嘛 你為什麼落不下臉 那就代表那天晚上 你沒有讓他印象深刻 對 太不承認了 對 好 又是我的錯 對 今天都是你的錯 對 好 趙哥,你記得我們在錄影嗎 記得嗎 不過我這個比較不敢講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錯 是 就比較不敢講女生 就是我們難免 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 這不是現在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對 對,那就是交的女朋友 最忌諱 後來我才知道 女朋友的名字 你這樣比較好氣啦 不是 那這樣很好,不會叫錯啊 對啊,在夢裡也不會 也不會穿包 這太LUCKY了 可是這就是出現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那女朋友 叫Angela好了 Angela一 就是已經分手了 那現在新任交的 也叫Angela 那我們就叫 Angela二 就二嘛 對 那因為我常常會忘記 你自己有 系統更新的那個 還有雲台 沒有,Angela一 Angela二 所以跟Siri打電話 打給Angela 不是 我先這樣比喻啦 因為就新跟舊嘛 那新的Angela 那就交往這段時間 就會把之前Angela的一些事情 寫在裡面 寫在心事粒裡 可是我只寫英文名 我不會去寫世界 你寫了Angela什麼事 沒寫事 就之前Angela 所以才會 這個時間到的時候 會問他 然後我女朋友就會問 什麼要做什麼 我說沒有啊 我這個時間上面寫Angela 到底是什麼事 是要去跟朋友聚餐 還是要去探望家人 還是要幹嘛 諸如此類 那堅持對方就說 沒有 我就生氣了 我說沒有 那形勢力 我怎麼會有寫Angela 就是有 沒有 所以說你在交往這個Angela A 然後形勢力上寫Angela B 然後你再問Angela A 離開的時候 我沒有 你應該要塞掉 你應該要塞掉 你後面還有約其他的事情 所以譬如說 你約幾號 然後就寫Angela生日 對 然後你就說你生日到了 對 就根本不是他 他沒塞掉之後 10月10號 跟Angela A 可能還有約什麼事情 要去喝喜酒之類的 但是9月份 他們就分手了 就剛好 不是說我們接軌吧 剛好 所以就會發生 然後後面又這個 對 對 這太刺激了 大哥,我們都盡力了啦 不是 我是說以後 教女朋友 千萬不要交 有那種 英文名字一樣 也只有你會這樣 因為你認識英文名字 那幾個啊 Angela BABY啦 Chanel COCO啊 有一次是去澳洲 然後我們去租車玩 然後那個車子的門就是 你一關的話 他就直接上鎖的 然後我有一直提醒女朋友 就是你下車的時候 記得要拿鑰匙 可是他那時候就忘了 所以他就關門 把鑰匙給漏在裡面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很晚了 大概十二點多凌晨了 然後沒有辦法拿那個鑰匙 也沒有辦法 找別人來開那個門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要 那個照片 什麼 你把他打破 對,就是打破車門 然後因為要拿那個鑰匙 你這樣其實看起來滿像 那個超音波的照片 他就說有點像靈異照片 有一點像靈異照片 對,然後就打破了 然後又拿那個鑰匙 拿了過後 因為在澳洲 你車子沒有窗口 是犯法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開車之後 然後又被罰 所以因為他忘記這件事情 我要付超多錢 車鑰匙這個 你就不要交給女生了啊 沒有,是他... 因為他那時候開車 所以我一直有提醒他 要記得拿 那鑰匙交給趙哥 是一件對的事嗎 也不對 也不是這樣講 我老婆是非常容易忘記帶手機 是 我是非常容易忘記帶鑰匙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他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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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不是Angel啦 不要亂講,不是 那我就是 因為我老婆知道我有這個問題 所以會在我的零錢包 放一支鑰匙 錢包再放一支鑰匙 手提包再放一支鑰匙 因為我常常會忘記 可是總有一次 是不會完全用鑰匙的 就是我運動的時候 我出門運動的時候 我不是不需要帶鑰匙 因為老婆會在家 所以回來按電鈴就可以 可是那一次就是因為 我現在就想奇怪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要出門之前的時候 他說他在家 他是不會出去的 那按了很久他終於開門了 我就上去生氣 我就罵了他一頓 我看他頭髮濕了 他就說 你沒看 我進去 不要再說了 不要 太進去了 他洗澡也沒怎樣 又不是跟隔壁老王 所以他洗澡 他說 你沒看到我洗澡 而且你為什麼 剛好挑了這個時間回來 我怎麼知道 運動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突然那麼早回去 你去運動很久嘛,對不對 他那時候有嚇一跳說 老公,你太早回來吧 他有嚇一跳 他你有看到你的床 他有結成一條線 然後往窗戶一下 我看到 你房間的窗戶有打開嗎 我老婆應該不是那種 然後聽到有根聲音 好痛 所以他才會很晚開門 他很緊張 沒有,他是真的洗澡 洗澡所以他也很開門 為了這個事情 其實也就不只一次、兩次 常常就是我運動回來 他在洗澡 後來他就乾脆這樣子 我們在我們家樓下大門的牆壁 有一個縫 那個地方 不是還假的 那把鑰匙插了 就可以拿來開大門鑰匙 因為我家樓上 我們是用電子指紋感應鎖 對啊 所以就不用到用那個鑰匙 但是樓下的鐵門 是大家共同出路的 那個不可能用電子鎖嘛 所以就插一把鑰匙 是開大門的 所以現在小偷們應該都知道你家 不會知道 他不知道我住哪裡 我們會在粉絲團公布 只有我跟我老婆知道那個鳳 是可以放那把鑰匙 OK 所以以後就再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男生真的是忘記鑰匙 這個事情真的是 你是忘記鑰匙 我男朋友是忘記鑰匙跟手機 他永遠哦 譬如說好,我們現在走路 要去牽車對不對 他可以站在車門那邊 一直在看我的鑰匙 我車鑰匙呢 好,然後下車之後 我的手機呢 然後再走回去車上 我車鑰匙呢 這是你剛剛這是無限輪迴 無限輪迴 好,然後拿了手機、拿了鑰匙 常常那個手機呢 會卡在那個底下的縫縫裡面 他就上車都沒有一個好習慣 譬如說你的車鑰匙 你可以放在右邊口袋 你的家裡鑰匙 你可以放在左邊口袋 一個習慣 對,然後你的手機 你就是下車前要先檢查好 錢包、鑰匙、手機 然後帶著離開嘛 他每一次都可以搞半天 然後有一次 你說手機、鑰匙忘記就算對不對 我們去一個超級大的賣場 他是把車站、飯店跟購物廣場 結合在一起 然後那個 因為他們等於剛開幕 所以那邊的設計 也沒有設計得很好 我那天我也不太記得 他到底是繞到B1 還是B2去停車 我們看了一個電影 然後走下來的時候 就這樣看著偌大的停車場 我說 你要往哪兒走啊 他就這樣 不知道耶 然後就拿他那個遙控鎖 嗶嗶,沒有反應 所有的車都很安靜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現在是... 他說那沒關係啊 我們就散散步走一走啊 但你知道那是地下室 很熱 對,而且... 最後就找... 他就剛好找到 我們剛剛車子下來的地方 有接到的地方 結果我們車停在前面 然後... 你們找了三層耶 對,我們就這樣一直走 然後他就說 對,然後我這邊有右轉 對,我剛好看到這台車 這台車就是可能 看電影看得比較晚 沒有,這樣就一直找 最後終於找到 我們就從B1找到B4 好累哦 去找那一台車子 太遠了吧 你下次停好車把它拍下來 你說拍那個 對 我跟你講,因為那邊很妙 它那邊不是分A、B、C、D區 它那邊是分什麼 那個地方真的很難找車子 這真的很令人發怒 契額區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看 就只是寄了一個什麼號碼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找號碼 就一直也找不太清楚 然後又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層樓 所以我就覺得男生的記憶力 真的有問題 真的 以後這種女生要幫忙記 男生真的記不得 對,所以說不該記的事情 千萬不要去記 來,Angela 該記的事情呢 幹嘛這樣 這樣子結婚才可以20年 才可以夠得長長久久 好不好 跟大家後面之間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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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阿我們 好嗎 楽趣 感谢观看